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2601章 进入佛龙海谷空间 而来到这里之后 他却是发现自己错了 大错特错 提起薛元若兰来 整个昭歌天子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不但因为 他是五十年前厌贯全城 公认的昭歌天子城第一美女 更因为 他在五十年前 也是如同一颗彗星一般 冉冉崛起 乃是整个昭歌天子城 天赋最高的年轻一代之一 甚至压过了许多男性的年轻俊杰 当年 他的实力非常的强横 而现在 他的实力 却是衰退的厉害 不但如此 更是身受重伤 缠绵病塌 陈锋很想知道 是为什么 听到陈锋这个问题 薛元若兰眼中闪过一抹极其隐蔽 但是却刻骨铭心的痛苦之色 他看着陈锋 摇摇头 轻声说道 风儿 这个问题 为娘的 以后再回答你好不好 陈锋见母亲神色有些不对 赶紧说道 好 母亲 你要觉得为难 那现在就先不说了 以后再告诉我 当天 陈锋继续在这里修炼 第二天 依旧如是 很快 就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陈锋看着远处天空之上 那一轮硕大的圆月 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早就已经是波澜不惊 经历了这么多的大事情 可以说 比一般的同龄人经历的事情 要多十倍 心态早就已经练得非常淡然 但是 哪怕他这种心态 此时心中也是不由的一阵忐忑 非常紧张 没办法 因为这次佛龙海谷空间之行 对陈锋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将直接决定 陈锋能不能获得五魂 将决定他以后 到底还能不能走这舞者之路 将决定他的舞者梦想 能否还实现 而说得近一些 若是几天之后 在五魂测试之时 陈锋依旧一无所成 那么 他和母亲就将被逐出家族 而薛元若兰当初树敌甚多 若是他们两人被逐出家族 失去薛元家族的庇护的话 两个人都会死去 这一点 是毫无疑问的 薛元欣平的威胁 可不是空口白话 而是血淋淋的 这可是关乎性命的大事 陈锋看着远处天空之上 那一轮硕大的圆月 或许是由于 昭歌天子城所在的地方 地势比较高的原因 离这月亮也比较近 因此 这月亮显得格外的大 格外的圆 光滑璀璨 陈锋接连吸了几口大气 而后 内心轻声告诉自己 陈锋 你一定可以 你一定能够做到的 这件事 对你来说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五魂 你一定会得到 你一定能够重新崛起 陈锋 相信自己 很快 陈锋一颗心 便是平复下来 变得安然而又淡定 陈锋只是抬头 看着远处天空上面那一轮明月 逐渐地陷入 无我无他之境界 终于 月上中天 这轮明月达到了最高点 同时也是 达到了最亮的点 光滑璀璀 融融洒下 屋内屋外 一片通透 陈锋浑身一颤 轻声道 现在 是时候了 下一刻 陈锋手中古佛袈裟 骤然出现 金红色的光芒闪烁 月光洒在古佛袈裟之上 如梦 亦如幻 而后 陈锋将这袈裟漠然一抖 直接铺排开来 说来也是奇怪 古佛袈裟接触到那融融月光之后 竟是直接飞了起来 悬浮在陈锋身体上空 无边月光洒落其上 金红色的光芒 骤然之间大胜 幸亏陈锋母子两人住的地方非常偏僻 远离轩辕家族其他人 要不然的话 只怕就会被发现了 下一刻 月光落入其上 那古佛袈裟上面 一条一条的丝线 全部都是亮了起来 无边无际的月光 在其中穿行 宛如洒下的 一张月光大网 捞起了星星点点 梦幻之极 而与此同时 陈锋以极快的速度 取出尽量多的黄鸟鲜血 使用降龙罗汉真金总纲 开始运转 下一刻 轰的一声 澎湃之极的降龙罗汉之力 骤然出现 然后 这降龙罗汉之力 恨恨地灌输进了古佛袈裟里面 于是 古佛袈裟光芒更盛 在那月光和金红色的光芒之中 更是掺杂了一丝 金灿灿的降龙罗汉之力的光芒 于是 下一刻 陈锋陡然感觉 冥冥之中 那虚空里面 有一扇大门 向着自己打开了 大门的另外一侧 赫然就是那佛龙海谷空间 陈锋已经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佛力 陈锋狂喜 佛龙海谷空间 我连接上了 我重新将其连接上了 下一刻 似乎终于吸收了足够的月光一样 那古佛袈裟变得灵动起来 它直接一卷 便是将陈锋裹在其中 下一刻 陈锋感觉 轰的一声 眼前似乎有无数奔雷乍响 瞬间 眼前一黑 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感知不到了 与此同时 那袈裟包裹的陈锋 也是骤然从屋里面消失了 陈锋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旁边不远处的那屋子里面 正在床上静静躺着的轩辕若兰 骤然坐起身来 他看着陈锋的屋子 目光之中若有所思 许久之后 嘴角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这孩子 陈锋之奇 当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他呀 未来不可限量啊 而此时 在远离昭歌天子城之外 大约足足十亿里之外的地方 乃是东荒 整个龙脉大陆 分为东荒 西荒 南荒 北荒 以及中州五大块 昭歌天子城所在的位置 在南荒和中州交界的位置 几乎是等同于龙脉大陆的中心之处 而东荒 则是离着龙脉大陆中心之处 有着数亿里之遥 离着昭歌城 更是有着整整十亿里 东荒 乃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区域 整片东荒 地广人稀 到处都是无穷无尽的山脉 这和中州完全不一样 中州是龙脉大陆最为富盛的地方 这里到处都是大片的平原 宽广的河流 土壤肥沃 极为适合耕种 人口众多 中州的人口数量 是其他东荒 西荒 南荒 北荒加起来的十倍还要多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多的人口 所以中州才能涌现出 几乎与无穷无尽的天才 中州的高手数量 也是最多的 本章完 第2602章 东荒赢家 而东荒 一眼望去 全部都是山 高高低低 大大小小的山 高度达到百万米 长度达到几十万里的山脉 屡屡可见 山峰之中 水流又急又大 切出来无数巨大的深谷 到处都山高险恶 到处都是密林广布 席间灵星夹杂着一些小块小块的平原 东荒是宜人居住的地方不多 但是山高林密 里面有着无穷无尽的妖兽 有着庞大知己的蛮族 整个龙脉大陆之中 东荒的蛮族和妖兽数量 是最多的 也是力量最强的 而这无穷无尽的大山下面 更是埋藏着许多丰厚 而有珍稀的宝藏 里面有着许多是这些等级极高的武者们迫切需要的炼造金属 山脉之中更是有着无穷无尽爱的天灵地堡 东荒虽然蛮荒 但是却极为的负数 东荒之中的妖兽 实力更是比其他地方要强得多 也因此 能够在东荒这无数妖兽冲击之中 傲然屹立的世家大族 实力也绝对是不可小觑 中洲最为核心的区域 乃是昭歌天子城 东荒最为核心的区域 则是在他们的最东边 最东边有一片无尽之海洋 这片无尽大洋 整个都是一片漆黑色的 一眼望不到尽头 海水优伸到了极点 一眼望去 根本连水面以下几米的深度都看不到 就宛如一头巨兽 给人一种极为恐怖的感觉 这里 常年都是掀起几万米几十万米高的巨浪 那巨浪拍碎了海面 无数水花四处乱溅 这里 就是无尽之东大洋 是整个龙脉大陆 所有海域之中最为险恶 浪头最大 海水最深 同时也是最为恐怖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海水深度达到了几万米 几十万米 这里的水面之下 蕴藏者无穷多 同时实力也是恐怖之极的巨大妖兽 甚至比那些龙脉大陆之中的妖兽更强 更大 因为 这海洋远远比陆地的面积要大得多 哪怕是龙脉大陆之上最最顶级的那些强者 轻易不愿意 也是不敢踏足其上 在这片无尽之东大洋的西边 在那海岸之上 是三座高峻无比的山峰 这三座山峰漆黑如铁 透着一股冰冷 肃杀之意 三座山峰 每座山峰的高度 都是达到了整整五百万米 和那昭歌天子城所在的山峰一样高 但是 却不如它那么宽大 而是极为的细长尖窄 就如同一把剑尖部位 是三角形的长剑一样 直插天际 高耸入云 透着一股凛冽的肃杀之意 这里 是整个龙脉大陆之上 让所有人都为之忌惮 为之恐惧的所在之一 三座山峰 本不足其 但是 这三座山峰之上有 这一个恐怖到了极点的大势力 赢家 九大势力之一的 东荒赢家 上古世家之一 相传 赢家也是人类刚刚崛起之时 统领人类的不是出强者之一开创的 那位赢家先祖 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英雄 为赢家打下这基业 海边的风景并不算秀丽 甚至可以说是一幅穷山恶水一般的景象 惊涛骇浪 如铁一般的悬崖 高耸入云的山峰之上 寸草不生 但是 在这三座山峰的顶部 却是有着连绵的奢华宅院 奢华宅院之中 景色极为的秀丽 到处都是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山峰顶部 竟然是被打造出来 一派南国田园风光 到处都栽种着极为珍贵罕见的 华美植物 这里 就是银家的府邸 在两侧的山峰上面 居住的多半都是银家的支脉 而中心的那座山峰之上 居住的 则是银家的嫡系主脉 此时 在那一片连绵无尽 无穷电雨之中 有一片区域 却是颇为的引人注目 这片区域面积极大 方圆足足有百里之巨 而且 不同于其他的原因 其他的园林 都是营造出一种景色 或是雄伟 或是精巧 或是雅致 这片区域 却是被割裂成了很多块 每一块 都是一个不同的景色 有的甚至截然相反 有的一块沙漠旁边 便是一座高山 而一块高山旁边 紧跟着 却又是一片沼泽 下一块 则又是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宗门 就好像 在这百里范围之内 分割成了许多块 每一块 都要讲一个故事一样 事实上 这正是此间主人的目的 他要在这一片范围之内 将他那些年经历的故事 将他陪在那个人身边经历的那些事情 完全地表达出来 让自己一走进其中 就能想到那个人 想到两人一起度过的那段 不算悠长 却永远均刻在心底的岁月 这里人际罕至 几乎没有什么人赶来这里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居住在此处的那位身份尊贵之极的赢家大小贱 家主的女儿 性格有些古怪 若是一不小心 破坏了他在此间的布置 引得他勃然大怒 那么可就要倒霉了 此时 在其中一座废墟的旁边 一个女子正在悄然漫步 这座城池 方圆约有十余里 里面有宫殿 有宅院 还有某处 断壁残垣 这女子正在其中徜徉 她身穿一袭紫色长裙 长相绝美 气质高雅滑贵 在这里轻轻地走着 忽然 她走到其中一堵残破的墙壁旁边 轻轻止住了步子 而后抬起头来 轻声说道 陈锋 你还记得吗 这是 秦国 列家 就是在这里 哥哥找到了我们 我被从你身边带走了 你可曾还记得吗 若是陈锋在这里的话 一定能够认得出来 这片废墟 竟是一座缩小版的 秦国帝都武阳城 而这个女子 赫然竟是紫月 紫月触落得比原先越发的秀美了 已经是完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但她眉间 却并没有什么开心的神色 她抚摸着那墙壁 在这片断壁残垣中走着 忽然之间 轻轻抽气 捂着脸 泪水从手指缝之间滑落 陈锋 你可知道 我有多么想念你 我想 你想得都快疯掉了 她正在轻轻抽气着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细碎脚步声 本章完 第2603章 陈锋的消息 她立刻收敛了哭泣 深深吸了口气 脸色变得淡然起来 作为赢家的大小姐 作为家主的女儿 她必须要维持自己的威严 不可在下人和外人面前露出自己的软弱之处 那脚步声越来越近 一阵议论声也是传入她的耳中 她本来想要出声呵斥 但是听见了议论的内容之后 却是立刻就止住了脚步 聚精会神地听着 下一刻 脸上则是露出一抹狂喜之色 原来 传来的是两个侍女说话的声音 一个清脆的声音的向旁边年长一些的女子说道 秦姐姐 你听说了吗 薛园家族 最近来了一位废物少爷呢 哈哈 当然听说了 那秦姐姐说道 其实那也不算是薛园家族的少爷了 她根本不信薛园 但是 她的母亲 可是当年赫赫有名 号称天之娇女的薛园若兰 这秦姐姐声音里面 透着一丝细血之意 可惜啊 这般母亲 却生了这么一个废物 是啊 那个清脆的声音 不由得有些唏嘘 轩辕若兰 当初号称天之娇女 艳冠昭歌天子成 天父更是压倒一切年轻才俊 何等风光 结果没想到 她在外面竟然生下一个儿子 这儿子 却是如此废物 秦姐姐很是不屑地说道 那个叫做陈锋的废物 若是我是她的话 我就不去薛园家族自取其辱 乖乖在外面自生自灭好了 何必去到薛园家族 被人羞辱呢 清脆声音黑然一笑 说道 她呀 出身底层 根本不知道这些大家族之中的龌龊 她以为来到这里能占便宜呢 殊不知 她来到这里 只会沦为眼中钉 肉中刺 送死罢了 两人叽叽喳喳地向着这边过来 听到这声音 紫月瞬间狂喜 她鼻翼息动 一张脸胀的通红 心脏狂跳 眼中露出极度兴奋之色 这一瞬间 血流加速 心脏狂跳 几乎要幸福地晕过去 她心中一个声音在产生道 他们是说陈锋吗 是的 一定是在说陈锋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陡然之间 从那残渊断壁之后绕了出来 那两个侍女 正是边走边说 他们衣着都是颇为的华美 而且 身上气势也都很是强横 显然 哪怕是在赢家 都是两名颇有地位的侍女 在普通侍女奴仆面前 他们可是非常有面子的 轻易没人敢得罪 但是 此时 他们两个看到了紫月之后 脸上却都是露出一抹敬畏之色 两人赶紧躬身行礼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笑话 这位紫月大小姐 作为家主唯一的一个女儿 那可是整个家族的心头肉 被所有人都是视为掌上明珠 尤其是家主和少主 更是快把她得宠到天上去了 而她在数年之前 曾经失踪过一阵子 她灵门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一阵子 整个家族都是经历了什么 家族里面所有的强者 几乎都是被派出去寻找她 甚至 连许多大事都不顾了 整个家族的势力 因为这件事 极度萎缩 因为 他们家族的高手 不用于维持自己的势力 而是派去寻找别人 那么他们的势力 自然会被其他家族 宗门给蚕食 就是因为这件事 在数年的时间之内 整个赢家的势力 缩减了一半 而就算这样 家主也是义无反顾 毫不犹豫地 让所有人去寻找 由此可见 这位大小姐 在家主的心目中 有着 何等重要的地位 他们又怎么敢得罪 这位大小姐 两人赶紧恭敬地练身行礼 齐声说道 见过大小姐 紫月却是对他们的礼数 丝毫都不加理会 他只是看着这两个人 声音激动地说道 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人 是陈锋是不是 你们说陈锋 去到了昭歌天子城 去了薛元家族之中 一听他问出这句话 两个侍女都是一愣 而下一刻 他们两人却是陡然之间 脸色巨变 变得一片惨白 他们两个都是冰雪聪明 早就听说过 在大小姐回来之后 他在下面遇到了一名普通男子 两人相恋 感情极深 以至于大少爷将他带回来的时候 他都不愿意回来 这件事在整个营家 早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们两个更是清楚 而后来的事情也证明了 这个说法 绝非空穴来风 甚至 为了怀念那个人 大小姐专门在府邸之中 开辟出这么大的一块地面 建造了种种东西 都是怀念当初他们两人在一起的场景 此时 他们两个一见大小姐如此激动 立刻心中一直闪过一个想法 那个人不会就是陈锋吧 陈锋 不会就是大小姐当初的恋人吧 而与此同时 他们心中也顿时涌起 当日大少爷在府中秘密下达的命令 所有人 绝对不允许告诉紫月 任何关于那个人的消息 为者 必杀之 一想到这一点 立刻什么都不敢说了 只是满脸恐惧地看着紫月 其中一个侍女 强挤出一抹笑容 说道 大小姐 您误会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说啊 紫月盯着他们 一声冷笑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你们怕我哥哥杀了你们 但是我告诉你们 今日你们若是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那么我一定会在哥哥面前保住你们 而若是 你们不告诉我 他忽然脸色一冷 然后啪的一声 反手便是一个耳光 扇在了自己的脸上 用劲儿极大 顿时 他的脸上便是浮现出五道血色印痕 两个侍女都傻了 不知道他这是干什么 紫月看着他们 微微冷笑道 若是你们不告诉我 我就去找哥哥说 你们两个贱臂已下饭上 竟然敢打我 我倒是要看看 他相信我 还是相信你们 看看到时候你们两个还能不能活命 一听他这话 两个侍女都是吓得浑身颤抖起来 满脸恐惧地看着他 连连磕头 大小剑 大小剑饶命啊 本章完 第2604章 俏家的大小剑 紫月却是冷笑不已 不为所动 他本身是很温婉的性子 从来不会随意杀人 但是这两人刚才言语之中辱没了陈锋 他心中已经是充满了恨意 没有直接杀他们 就算好的了 对付他们 自然不会客气 紫月盯着他们 一字一句 声音冰冷地说道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们想好了没有 到底说不说 他问完这最后一句 立刻便是转身 准备向外走去 看到他这般 那两个侍女 立刻都是已发出一声哭喊 扑了上来 抱着他的腿 紫月冷冷说道 滚开 且不说这两个人刚才对陈锋的侮辱 他们两个能爬到这个位置 手上可以沾了不少其他人的鲜血 紫月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同情 那两个侍女 一边哀嚎求饶 一边颤声道 大小姐 我们说 我们说 而后 他们便是将自己听来的消息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紫月听了之后 脸上露出一抹狂喜之色 双手都是颤抖起来 心脏砰砰乱跳 血流加速 满脸潮红 激动兴奋到了极点 自从我被抓回家族之后 哥哥和父亲 就再也不允许 我去下面 只能在九大势力 之中打转 在他们看来 陈锋永远都来不到 九大势力的地盘 却没想到 陈锋竟然来了 他去了昭歌天子城 我一定要去找他 我一定要去找他 说着 他看向那两人脸上 神色忽然有时 变得阴冷起来 说道 你们两个去给我好好打探 将所有消息都回禀过来 若是有丝毫谬误 我要了你们的命 是 是 那两个侍女 根本不敢有任何的反抗 赶紧离开 当日傍晚时分 紫月在自己的闺房之中 便是得到了更多的消息 他盯着那两个侍女 沉声说道 这件事 绝对不能被任何人知道 尤其是不能被哥哥和父亲知道 你们明白吗 不要忘了我的手段 两名侍女哭丧着脸 硬了声 他们可是不敢说 其实他们最怕的 就是紫月的父兄 知道这件事 因为 是他们两个把消息告诉大小姐的 若是被那两位知道的话 他们两个立刻就要没命 当日晚上 月上中天 但是 整个赢家还是热闹非凡 许多地方都是灯火通明 时不时传来一阵欢声大笑之声 更有许多极为美味的佳肴味道 从许多厅堂之中飘散出来 赢家有很多地方都是在举行宴影 这也很正常 像是赢家这种九大势力之一 每日迎来送往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许多同等级别的家族宗门会时常来做客 这也是他们互相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 除了紫月所在的那百里方圆的区域之外 那里可是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知道 这位大小姐自从回来之后 心情就一直不大好 谁也不敢去出她的眉头 紫月的闺房不是建在别处 而是建在一个小小悬崖之上 悬崖之上有着一个小小平地 平地之上有着一个木屋 她就住在这里 若是尘封在的话 一定能够发现 这里竟然是她和紫月刚刚相遇的那片悬崖 一模一样 事实上不是一模一样 本来就是 紫月后来命人前去前元宗 将他们两人偶遇的那一片悬崖 那座山都给挖回来了 安顿在了这里 紫月翘无声息地 从那座小小木屋之中飘了出来 四处看了一眼 然后很快便是下了悬崖 向着赢家远处而去 两个时辰之后 她离开了赢家所在区域 但是 此时 在紫月所看不到的地方 在赢家所在的那三座山峰 中间山峰的最高处 一块漆黑的巨石之上 一名长相极为威武的白袍中年人 在那里盘膝而坐 此时 紫月的一举一动 全都落入她的眼中 只是 她却没有任何的生气 恰恰相反 她看到紫月 捏手捏脚鬼鬼祟祟的样子 嘴角却是露出一抹笑意 充满了宠溺 她摇摇头 缓声道 这个丫头啊 还真是不让人省心 这个时候 旁边空气一阵波动 一道姿色的人影 悄然出现 这姿色人影 是一名青年 身材高大 长相极为的俊朗 更是带着一股浓浓的威严和贵气 此人正是银朝阳 她脸上紫气缭绕 看向紫月的目光之中 也是充满了宠爱之色 而后 缓声说道 父亲 要不要孩儿去阻止她 不用 不用管 只要是她不出九大势力的地盘 随她去吧 这个丫头在家也是憋坏了 她出去玩一玩 也没有什么的 反正爆出赢家的名头 没人敢对付她 银朝阳点点头 有说几句 便下去了 她离开之后 心中却还是有些不放心 于是 她轻轻打了个响指 顿时 两道黑色光影 骤然出现 两名黑衣老者 站于她的身后 神色恭敬 两名黑衣老者 一名高大魁梧 另外一名却是矮小惊悍 两人齐齐躬身行礼说道 见过少主 不知少主有何吩咐 他们两个人身上的气势 都是极为的宏大磅礴 恐怖至极 任何一个人拿出去 都是足以覆灭宗门家族的大高手 但此时 在银朝阳面前 却是恭敬如奴仆 银朝阳淡淡说道 你们跟着她 若她没什么危险 不要出手 若她有危险 一定要救她 是 那两名老者 赶紧攻身行礼 而后 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 这首轻功 也是绝妙 但是 只怕赢家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在走出数百里之后 紫月忽然回头看着远处 看向那山峰之上 嘴角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 贼推兮兮兮兮的笑道 我就知道 他们两个肯定以为 我去九大势力 肯定不会阻止的 哈 父亲 哥哥 等你们发现的时候 可就来不及了 他一声高声欢呼 陈锋 我来找你了 这个时候 陈锋感觉 自己在无尽黑暗中 向下坠落 不 应该说 他坠落的地方 还并不是无尽黑暗 而是一片虚无 本章完 第2605章 实力尽负 四周什么都没有 甚至就连空间的概念都没有 时间的概念都没有 陈锋不知道自己如何存在 更是不知道 自己过了多久 但此时 陈锋心中 却是异常的安静淡定 换作他以前 或者是换作其他人的话 只怕此时 都要惊慌失措地喊叫啊 但陈锋 却是依旧淡然 因为 他之前经历了那番事情 此时重新得到了 恢复魂的希望 即将进入 佛龙海谷空间 他心中 有的只是欢喜 陈锋现在 无比的期盼 自己赶紧进入 佛龙海谷空间之中 赶紧恢复武魂 赶紧恢复实力 他实在已经是 等得太久了 骤然之间 下一刻 陈锋面前出现了 无数黑色和白色的线条 陈锋看到这些线条之后 顿时心中一喜 因为他知道 这代表着时间与空间 而经历了这一番之后 陈锋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比之前更加深刻了 很快 一股强烈无比的下坠感 便是传来 陈锋感觉 自己从虚空之中 不断向下降着 那股下降感 极为的强烈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因为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 也感受到了佛龙海谷空间 下一刻 忽然 轰的一声巨响 仿佛什么东西炸裂开来一般 然后 陈锋便是看到一个空洞 空洞的尽头 则是有着无穷无尽 白茫茫的光 陈锋眼前 刹那之间 便是一片浓烈无比的白色 白色之中 则是夹杂着强横无比的金色 无穷无尽的佛性气息 扑面而来 陈锋也感受到了空气 感受到了那迎面而来的风 陈锋本能地闭上了眼睛 下一刻 轰的一声 他砸在地面之上 溅起无数惊沙 陈锋一跃而起 他睁开眼 看到了面前那无穷无尽的金沙 也看到了 在那金沙正中心之处 那长度足足有数万里之巨 无穷无尽一般 匍匐在地上的巨大佛龙海骨 陈锋发出一阵狂喜 哈哈哈哈 佛龙海骨空间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佛龙海骨空间 在陈锋离去的这段日子里 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佛龙的海骨 依旧是静静地匍匐在那里 被陈锋取走的 那一根肋骨的缺口 依旧存在 虽是骨头 但表面却是光洁如玉 没有丝毫邪恶之意 反而充满了圣洁 陈锋几乎是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姿势 快速地走上前去 双手按在那佛龙海骨之上 陈锋拼命地想要感应 降龙罗汉之力 想要感应佛龙海骨之中的力量 但是却没有丝毫地反应 陈锋立刻知道自己操之过急了 他深深吸了口气 看着那佛龙海骨 诚心虔诚地俯身一拜 而后 他走到佛龙海骨的另外一边 找到了一个小小池塘 这里的地面全是金沙 这里的池塘之中 则是一种清澈见底 一箱扑鼻的穷江 陈锋脱光衣服 踏入其中 好好清洗自身 而后沐浴完毕 一身清爽 宽袍大秀 他盘膝于地面之上 面前三支线相烧起 陈锋满脸郑重 安静心思 如此三日三夜之后 陈锋豁然站起身来 此时 他感觉 自己整个人 已经是达到了巅峰状态 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 心中也没有了狂喜 更没有了失望和愤怒 有的只是古井无波一般的淡然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轻声自语 我此次 定能成功 里面充满了一份莫大的自信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 陈锋才会有如此自信 下一刻 陈锋大步向前 走到那佛龙骸骨之前 他的手 直接摁在那佛龙骸骨之上 陈锋双手 按在其上之后 说来也奇怪 之前毫无波动的那佛龙骸骨 整个表面忽然浮现出一抹淡淡的金色光芒 而后 这金色光芒 就从非常的淡薄 慢慢变得浓烈 到最后 则是变得浓烈无比 整个佛龙骸骨 都是散发着巨大无比 璀灿至极的金光 甚至让陈锋都无法睁开眼睛 于是 他干脆闭上眼睛 只是用心感应 下一刻 忽然 陈锋感觉 自己双手之上 一声暴响 他的身体 就像是被活生生冲开的堤坝一样 而那洪水 就是无穷无尽的金色光芒 就是那强横之极的降龙罗汉之力 这赫然是最最精纯 最最完美的降龙罗汉之力 轰的一声 直接冲入陈锋的身体里面 转眼之间 这些金色光芒 就将陈锋整个身体都包围住 从他的身体各处 灌输其中 陈锋感觉 有着无数道暖流 进入自己身体里面 在身体之中穿行 刹那间 他身体表面破裂 许多淤血 直接被活生生地挤了出去 只是这一瞬间 陈锋这些日子积攒的那些暗伤 就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陈锋感觉 自己就像被泡在热水里面一样 浑身舒服到了极点 他不由地发出一声懒洋洋的声音 而后 那些庞大无比的祥龙罗汉之力 竟只涌入到陈锋的丹田之中 灌输入那四颗巨大荒芜贫瘠的光球里面 那些光球 从一开始的极为暗淡 变得有了淡淡的光芒 然后 光芒越来越浓烈 越来越璀璨 不过是片刻的功夫 这四颗光球 就变得重新充满了光和热 璀璨到了极点 光芒万丈 无数巨龙的虚影在陈锋丹田之中浮现 发出愤怒而又悠长的龙吟 转眼之间 陈锋的实力就已经恢复到了最巅峰状态 我现在 又一次拥有了相当于七星五皇级别的实力了 陈锋哈哈大笑 发出兴奋的吼叫 挥舞着双臂 眼中露出刻骨寒意 轩辕心平 你给我等着 现在的我 我的实力绝对不是你所能匹敌甚至仰望的 我现在一拳轰出 就能够将你整个轰杀 陈锋体内 此时充满了降龙罗汉之力 之前消失数月之久的降龙罗汉之力 又一次完全恢复了 陈锋的实力达到了巅峰 但 这并没有让他满足 这也不是他来到这里的真正目的 陈锋目光如电 看着自己面前的佛龙海骨 声音沉稳又淡然 我要的是武魂啊 本章完 第2606章 我要的是武魂啊 这可还没完呢 说着 陈锋双臂一阵 轰得一声 强横无比的降龙罗汉之力 直接从他体内涌了出来 然后 朝着面前的佛龙海骨 直接扑了过去 陈锋上一次熔炼 这佛龙海骨 获得赤海紫金龙武魂的时候 他只是取了一根肋骨 而这一次 陈锋胃口更大 他的降龙罗汉之力 在他的驱使之下 竟是分成了四道 这些降龙罗汉之力 有着三道 是奔着佛龙海骨的三条肋骨而去 而其中一道 则是直接覆盖住了佛龙海骨的一节脊椎骨 佛龙海骨 长度达到万里 他的脊椎骨 从龙头一直向后 长度达到了九万五千里 其上 有着一共三百六十五个脊椎骨节 三百六十五个脊椎骨节 暗含大周天之数 每一个脊椎骨长度都是达到了三十里 三十里 也就是一万五千米 每一根肋骨的长度 则都是达到了数万米 哪怕陈锋的降龙罗汉之力庞大之极 宏大之极 此时全部释放出去 也只是将这四根巨大的骨头 勉强覆盖了一层罢了 而且 就算是这样 陈锋也是感觉极为的吃力 他感觉 自己的丹田 已经完全被抽干了 所有的降龙罗汉之力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这力量的释放 已经超出了他的负荷 他的心脏狂跳 鲜血疯狂挤压 他眼前一阵阵发黑 几乎要晕过去 忽然 挖了一声 陈锋接连喷出几口鲜血 下一刻 从他的每一个毛孔之中 蹊跷之中 都有鲜血标射而出 陈锋的身体 已经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负荷 几乎要崩溃 陈锋的每一个内脏 都是被拼命地挤压着 几乎所有内脏 都是要损坏了 但陈锋此时 却是骤然仰天 发出一声疯狂的吼叫 不行 我这一次 拼了性命 也要得到更加强大的武魂 得到比那赤海紫金龙更强的武魂 我现在 处境险恶 不得不拼 轩缘家族 天才如此之多 九大势力 如此逆天 天才横河杀术 不然的话 我如何能够与他们相提并论 更何况 我要的不是与他们相提并论 不是和他们不相上下 而是 将这帮狗东西 全都踩在脚下呀 啊 陈锋发出疯狂的大吼 他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更加拼命 更加疯狂 浑身一颤 所有的力量 全部狂涌而出 他这样一来 更是浑身颤抖 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 几乎要活活崩碎 他的鲜血 狂喷而出 啪的一声 如同一个炸开的烟花一样 骤然之间 洒在了面前的这些白骨之上 而说来也是奇怪 陈锋那降龙罗汉之力 覆盖在这四根白骨上 本来对他们 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 这好一会儿了 也没有丝毫炼化的迹象 但是 当陈锋的鲜血 喷在其上之后 这四根白骨 却就像是遇到了 克星一般 骤然之间 他们竟是软化了 陈锋的降龙罗汉之力 明显感觉到了 比之前更加容易炼化他们 他们从极为坚固 变得软化 表面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光芒 而这一丝淡淡的光芒 却是直接就渗透入了 降龙罗汉之力里面 于是 陈锋的降龙罗汉之力 竟是比之前更加壮大了 轰的一声 就从之前只能覆盖住薄薄的一层 稍微变得厚了一些 而那些骨头 还在不断地变软 白茫茫的力量不断地出现 降龙罗汉之力 越来越是壮大 陈锋心中狂喜 这些骨头 能够被转化为降龙罗汉之力 壮大我的力量 而我的降龙罗汉之力 吸收它们越多 越是壮大 就越是能够轻易地将它们练化 陈锋盘歇而坐 秉息宁神 集中所有的精力 不断吸收 不断转化 这一做 就是整整一年的时间 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陈锋已经去将这四块巨大的骨头销 弱到只有之前的九成大小 而他的降龙罗汉之力 也壮大了不知道多少 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陈锋已经是将它们熔炼的 只有原先的一半大小了 当第六个月的时候 陈锋惊喜地看到 这四块骨头 全部都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化作无穷的金色光芒 轰的一声 在空中凝结成了一个金球 而接下来 这整整六个月的时间里 陈锋的降龙罗汉之力 一直在包裹着这个巨大的金色光球 陈锋不知道 金色光球里面有什么 但是他明显地感觉到 这里面的东西 与自己有着莫大的联系 甚至更有一丝心灵的感应 只不过 这种感觉 却是一片冰冷 这让陈锋很是疑惑 很快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一年时间 陈锋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他不言不语 不声不响 不吃不喝 但是 却是光洁如玉 无垢无尘 陈锋在这里面 仿若是进入了一个极为完美的状态中 甚至这一年的时间里 陈锋的眼睛都没有睁开过 一年时间 365个日夜 骤然之间 陈锋睁开了眼睛 下一刻 他忽然感觉到 砰的一声巨响 这巨响 不是在外界出现 而是出现在他的心灵之中 陈锋顿时一惊 他就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 出现在他的心灵之中 分明是出现在浮现于他面前的 这巨大金色光球里面 只是 这巨大金色光球 与他心灵相通 所以他才会感觉 这是出现在他的心灵之中 陈锋刚刚想明白 这一点忽然又是砰的一声巨响 在他面前的金色光球之中出现 陈锋此时 脸上露出狂喜 轻声说道 心跳 这是心跳 我能够感觉出 这是心跳啊 此时 在他面前的那金色光球 陈锋发现 经过了这半年的孕育 这金色光球的表面 越发地坚固光滑 现在 竟是变成了一个 如同巨大金蛋一样的东西 此时 这巨大金蛋里面 传来生生的心跳 而这心跳声 越来越大 也是越来越清晰 陈锋的一颗心 也是跟着砰砰乱跳起来 他心中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回荡 本章完 第2607章 强横无比的心武魂 这里面 就是我的武魂 这里面就是我的武魂啊 下一刻 这巨大的心跳声 已经是充斥于整个世界 陈锋感觉 仿佛这世界 就是在这个蛋壳里面一样 随着里面那个生命的心跳 而不断地抖动着 陈锋知道 此时自己的降龙罗汉之力 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于是 他便是将这些降龙罗汉之力给撤掉 而这些降龙罗汉之力撤掉之后 陈锋却是发现 之前从佛龙海骨上面得到的那些降龙罗汉之力 并没有进入自己的体内 自己的降龙罗汉之力 还是之前释放出去的那些 这不由得让他有些可惜 但是 很快 陈锋的注意力 就被面前的那巨大金蛋给吸引了 此时 这巨大的金蛋上面 忽然发出咔的一声轻响 然后 下一刻 这蛋壳之上 竟是出现了一条小小缝隙 一开始 只是一条非常小的缝隙 而这缝隙 向这四周迅速地蔓延过去 很快就变得很大 接着 则是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就如同一个树根一样 越来越长 越来越大 随着裂缝的出现 里面有着浓重无比的黄色光芒出现 一股浓烈无比的土属性的力量 散播开来 这种黄属性的光芒并不是金色的 但是这黄色却是非常的纯粹浩大 就如同那承载整个世界的土地一样 渊薄 厚重 沉稳 沉风心中 重重遗产 难道 我心的五魂 竟然是和土属性有关的吗? 而后者 破碎越来越大 最终 咔的一声 一个巨大无比的蛋壳碎片掉落了下去 下一刻 从这蛋壳之中 竟然有一个小小的头颅伸了出来 沉风看到这头颅的一瞬间 立刻便是心中遗产 原来 此时 从这个巨大蛋壳里面伸出来的头颅 竟然不是一颗龙头 并非是沉风预料之中的龙头 竟然是一颗舌头 这颗舌头 极大 方圆出足足有着万米左右 沉风判断 它的身长 至少也达到了二十万米长 可以说是极为的巨大了 而最让沉风震惊的 却不是这舌头的巨大 而是 这舌头极为的争名啊 这个巨大的舌头 通体都是一派土黄之色 舌头上面 到处都是生着非常杂乱的鳞片 每一片鳞片 都是足足有数百米方圆 极为的巨大 每一个鳞片 都是极为的厚重 厚度达到了十几米 边缘却是锋利如刀 鳞片歪歪扭扭地长着 让人看了 心中便生出繁本之意 它的整个头颅 乃是三角形的 而在头颅之上 则是足足剩着几十根长长的角 这些长角长得非常的不规则 很是杂乱 乱七八糟地竖在它的头上 它的两颗巨大的眼珠子 直径足足有数千米 那眼神 那厚重的眼瞼后面 乃是两颗浑浊的眼珠 两道树桶 在其中闪现 最让沉风震惊的 就是它的眼珠 它的眼珠子里面 没有丝毫的感情 反而是充斥了极度的冰冷 杀意 贪婪 以及想要吞噬的欲望 它一看见沉风 立刻眼珠子都瞪圆了 眼睛里面放射出凶狠至极 同时又极为贪婪的光芒 它张开大嘴 无数黑色的毒液 咸水从它的嘴里滴了出来 看它这个样子 竟是想要活生生地 将沉风给吞掉 沉风一声惊呼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的武魂啊 怎么会这样 它的咸水 掉落在了金沙之上 甚至都将金沙给腐蚀了 可见 里面含着有极其浓厚的毒性 而它这一张口 一股极度腥臭恶心的味道就传了过来 让沉风闻了 几乎都要窒息 这巨蛇 已经不仅仅是想要吃沉风了 它甚至直接浑身一震 顿时 轰的一声 那巨大的金色蛋壳 直接崩碎 然后 这巨蛇整个就出现在沉风的面前 沉风的估计 一点没错 它的身长 确实达到了足足有二十万米 比当初的赤海紫金龙还要大许多 它发出一声难听的嘶哑怒吼 然后直接向沉风扑了过来 大口一张 竟然想直接将它吃掉 沉风惊骇道 为何如此 它竟然想吃了我 这是我的武魂吗 它的目光之中 也是露出一抹怒意 沉风瞬间愤怒无比 更是隐隐约约 有着一丝失望 我的武魂 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它一声抱吼 畜生 放肆 双臂一震 降龙罗汉之力再次涌出 顿时 一刹那之间 降龙罗汉之力 便是将这巨蛇 整个都给笼罩在内 这巨蛇似乎对降龙罗汉之力 极为的恐惧 降龙罗汉之力 一沾到它的身上 顿时它便是发出凄厉的惨叫 它的身体表面 看起来完好无损 但是却是疼得浑身抽搐 根本顾不得攻击尘封了 浑身剧烈地抽搐着 喉咙之中 发出凄厉的惨叫 疯狂地挣扎着 它甚至连维持形态都做不到 直接全成了一团 陈锋根本不停手 它神色冰冷无比 继续催动降龙罗汉之力 疯狂地进行攻击 这巨蛇的凄厉惨叫声越来越大 终于 在达到一个顶峰之后 那惨叫声反而小了起来 变得极为微弱 它眼中的凶光 和刚才比起来 变得弱了许多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求饶 下一刻 陈锋的脑海之中 忽然之间响起一个声音 求求你 不要再动手了 啊 求求你 不要再动手了 这声音非常空洞 连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都分不清楚 非常的空洞 莫然 就好像是这巨蛇根本没有丝毫的感情一样 与此同时 巨蛇也趴在了地上 再也不负刚才的凶恶 反而脑袋在地上点了三下 似乎在表示 对陈锋的臣服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缓缓将降龙罗汉之力收回 他淡淡说道 老实了 不想着攻击我了 那五魂忙不迭地摇头 再也不敢有任何的不敬 陈锋此时才有心思打量他 这头五魂头颅乃是土黄之色 而他的躯体整个则是黑色的 黑的极为深沉 黄的也是极为的厚重 本章完 第2608章 五魂 八十 龙战于也 骑血玄黄 所谓玄便是黑色 玄黄乃是非常厚重的颜色 而这头蛇通体玄黄之色 也没有辜负身体上的颜色 他整个的气势非常的强横 陈锋仔细感应了一下 立刻骇然 他的气势 比之前的赤海紫金龙 还要强过许多倍 陈锋无法估计出 他是多少万年级别的五魂 也无法判断出 他是什么品质 陈锋自己没办法测试 但陈锋知道 他绝对非常强 下一刻 陈锋心头 火热起来 这头五魂 虽然是一头恶五魂 桀骜不逊 但是 实力却太强大了 我若是将其降服的话 那么 比之前还要强许多 下一刻 忽然之间 一股强大的信息 直接塞入陈锋脑海之中 顿时 陈锋感觉 脑海剧痛 不由一声闷哼 一口鲜血喷出 他站于原地许久 方才将那股 渗入脑海之中的信息给消化掉 陈锋看着面前这巨大的黑黄相间的巨蛇 心中闪过一抹了然 口中轻声道 原来是你啊 他的声音里面充满了震撼 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激动和狂喜 原来 此时 陈锋面前的这条巨蛇 竟然是八蛇 八蛇 虽然不是龙类 但是 实力要超越所有五字级别的龙 八蛇 乃是一种上古神兽 实力虽然比不过藤蛇 确实也差不了太远 八蛇之强 强到什么程度 八蛇乃是一种极为强横的图属性的妖兽 这种妖兽 它们的食物不是别的 而是一座座大山 它们将一座座大山 连同上面的所有植物 所有花鸟鱼虫 所有妖兽 所有人类 所有生灵 甚至是所有矿藏 所有水源 全部都吃得一干二净 咽入肚中 一口一座山 这 便是八蛇吞山 这个龙脉大陆成语的来历 据说 上古时期 便是有着八蛇的存在 而人类崛起的过程中 这八蛇后 更是曾经和无数人类初期的大英雄战斗过 以至于现在 在龙脉大陆北江 还有一座山脉 绵延数万里 据说这座大山 就是人类刚刚崛起之时 一位大英雄斩杀的一头八蛇的身躯化作的 它的身躯 可以化作一条几万里长的山脉 可见这种妖兽 强横到什么程度 巨大到了什么程度 沉风狂喜 看着面前的这八蛇 一副得了珍宝的样子 甚至他的手都是 轻微地颤抖起来 口中喃喃说道 这可是八蛇呀 八蛇作为武魂 不知道九大势力之中哪个年轻人 有如此强大的武魂 哪怕在九大势力 所有年轻一辈中 我应该都是非常强横的 他的目光之中 忽然露出仇恨之色 握紧了拳头 咬着牙 声音冰冷无比 充满锋利之极的杀机 轩辕心平 还有你们背后站着的那些人 还有所有轩辕家族那些排挤我们母子 瞧不起我们母子的人 等着吧 我陈 挟着八蛇武魂 来找你们报仇来了 而后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将这股情绪强行按捺下去 他看着面前的八蛇武魂 这八蛇此时看起来非常的温顺 但是陈锋却还是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狠毒之意 但是 让陈锋有些诧异的是 他似乎不是性子狠毒 而是 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 他在完全凭借本能形式 陈锋并没有从他身上感觉到任何灵魂的存在 而之前 在他脑海中响起的那个声音 也证明着 这头武魂似乎是没有灵质的 他的声音都是那么的空洞 陈锋知道 他还没有屈服 这源自于他的本性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不屈服是吧 也好 那我就用降龙罗汉之脸 好好收拾你一番 到时候 看你是服还是不服 说着 陈锋一声怒吼 武魂 入体 这头巨大的八舌五魂 还混挣扎着 还不想进入 一股股抗拒的情绪传来 陈锋一声冷哼 降龙罗汉之脸再次涌出 直接将它包裹其中 顿时 这八舌五魂疼的七声惨叫 再也不敢 有任何的反抗 乖乖地被陈锋收入体内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轻笑 没想到 我此次得到的 竟然是八舌五魂 这降龙罗汉之力 想必就是佛龙前辈留给我控制这八舌的 估计他也知道这八舌五魂 桀骜不逊 狠毒非常 这就是制约他的手段 陈锋轻轻嘘了口气 目光在这佛龙海谷之中 缓缓扫尸而过 脸上露出一抹感慨之色 不知不觉之间 我竟然已经在这佛龙海谷之中 待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了 这一年的时间 我从一个实力 连五皇境都达不到 一丝一毫 降龙罗汉之力都没有 也没有五魂的废物 变成了现在这般 现在 我重新得到了五魂 而且比原先强大 不知道多少倍 我的降龙罗汉之力 也已经是极为的充足 一满 完全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 轩缘家族 现在是时候 让你们见识到我真正的实力 真正的天赋了 陈锋朗声长笑 而后身形一闪 那古佛袈裟将它包裹住 下一刻 陈锋直接在这里消失 一声嗡鸣 陈锋的房间 骤然之间 金红色光芒大放 下一刻 古佛袈裟出现 直接落在了陈锋的床上 陈锋掀开古佛袈裟 便是看到 此时窗外 月光已经消失 那东荒极远之处 一缕晨曦悄然升起 快要天亮了 今日 就是武魂测试之时 陈锋缓缓坐起身来 嘴角露出一抹自信笑容 来吧 我还测试 来吧 轩缘家族 今日 我就要 让你们所有人都震惊 我要让轩缘家族重新认识我 我也要让九大势力所有人 都知道我陈锋的名字 陈锋起来收拾洗漱 当他想要出门的时候 已经是晨光微息 旁边卧室之中 轩缘若兰走了出来 看着陈锋 而看到陈锋的那一刻 他脸上立刻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说道 风儿 你 你 你跟以前不一样啊 本章完 第2609章 武魂测试 陈锋微笑着看着他 说道 母亲 这一夜的时间 已经足够改变很多事情 我现在 可以非常自信地跟你说 今日的五魂五魂测试 我必然会让所有人都为之惊艳 轩缘若兰看着陈锋 似乎在仔细地感应着什么 许久 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 看着陈锋 轻声说道 风儿 很好 你很好 不愧是微娘的儿子 微娘现在 对你也充满了信心 他走上前去 为陈锋平整了一下衣衫 看着陈锋 满心的欢喜 陈锋身材高大挺拔俊了 长相俊朗 见眉心目 此时 虽然一身普通衣衫 但依旧是光彩夺目 他心中 涌起浓冬的骄傲 这是我的儿子 我轩缘若兰的儿子 他看着陈锋 轻声说道 风儿 你先去救世 你现在恢复了实力 也恢复了天赋 原先 有很多东西 我不敢跟你讲 生怕讲了之后 你承受不住 却也无能为力 但现在 很多东西我可以说了 微娘知道 你心中有很多疑问 等你参加完五魂五魂测试 我就都与你一一解释 陈锋点头说道 好 而后 他告辞了母亲 转身向着那 讲武堂前走去 今日 外宗 五魂五魂测试的地方 就在讲武堂之前的广场之上 当此 是讲武堂前面的广场上 已经是热闹非凡 足足有数千名外宗弟子 聚集在这里 广场之上人头传动 只不过 所有人都是聚集在一角 将中间大片的区域流出来 这里 可是要进行五魂测试的地方 这数千名外宗弟子里面 轩辕家族的人只占了差不多不足四成 而轩辕家族主脉的人更是只有一成左右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轩辕家族的那些附属家族 为了拉拢这些附属家族 他们也有资格在外宗讲武堂听课 也有资格享受轩辕家族的一些资源 得到轩辕家族的五技功法 而他们之中 五魂比较出色 天赋比较高的人 轩辕家族更是不令奖励 悉心培养 因为 他们以后肯定也会为轩辕家族效力 轩辕家族 这相当于是提前拉拢他们 像是秦教习 他就是轩辕家族的附属家族出身 照样也是忠心耿耿 而此时 他们由于出身的各个家族不同 实力不同 也是聚成了一堆一堆的 分成了许多堆 精卫分明 其中 每一堆之中 都有那么一两个 是受众人追捧的核心人物 此时 轩辕心平和轩辕玉成 他们就聚在一起 而在他们两人旁边 还有数十人簇拥在那里 这数十人 各个家族的都有 但主要都是轩辕家族出身 而且 里面主卖的人数占了大约一半左右 因此 他们优越感十足 看向周围那些人的时候 都是满脸傲气 他们的实力 也普遍比周围那些人高一些 周围那些人看向他们 目光之中 都是带着一丝敬畏之色 其中一名矮胖汉子 看向轩辕心平 脸上带着一丝谄媚 说道 三少爷 这一次武魂测试 您一定是胸有成竹吧 轩辕心平微微一笑 故作谦虚说道 没有 没有 轩辕家族 俊杰何其多言 哪里轮得到我啊 他虽然说着谦虚的话 但是脸上却是露出一副 自精之色 显得傲气十足 而看他这般神色 大伙心里都有底了 知道他这一次 肯定是很有把握 武魂可能又有所提升了 所以才会如此 那矮胖汉子 立刻很是凑去地说道 瞧您这话说的 轩辕家族天才众多没错 难道说 这天才里头就不包括您吗 您可也是轩辕家族的天才之一啊 听了这话 轩辕心平很是开心 哈哈大笑 旁边轩辕玉成 也是赶紧凑去说道 不如三哥 您就让我们先开开眼 轩辕心平却是摆摆手 说道 好了 知道你们心中好奇 待会儿就知道了 却不忙在这一时 众人纷纷点头 都是出言吹捧他 轩辕心平 让他们吹捧得志得意满 得意洋洋 就好像他已经成为了外宗第一人一样 他向四周扫了扫 忽然嘴角露出一抹细血的笑容说道 陈锋那个废物呢 怎么还没来 轩辕玉成立刻哈哈一笑 说道 那个废物 只怕是知道自己今天就算是来参加武魂测试 也是丢人现眼 不可能有任何的风头 反而会受众人嘲笑 所以 他干脆躲在他的狗窝里 不敢出来了吧 轩辕心平哈哈笑道 我觉得也是 之前说话的那矮胖汉子 撇了撇嘴 不屑说道 陈锋那个废物 他算是什么东西 就他 也配参加武魂测试 照我说啊 那珍贵无比的天外武魂图腾 被他那手按上一下 被他用伤那么一次 简直就是莫大的浪费 说着 发出一阵不屑的吃笑之声 周围人也纷纷点头 薛原心平哈哈笑道 他说不定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觉得 就不要浪费咱们的武魂图腾了 所以今日干脆就不敢来了 他们议论纷纷 都是认为 陈锋今日绝对不敢来了 薛原心平则是招了招手 薛原欲成走过来 低声说道 三哥 怎么了 薛原心平压低声音说道 找人盯着陈锋母子两人 防止他们利用武魂测试的时候 偷偷跑了 到时候 若是他们两个失踪了 我不能杀了他们 为父亲出了一口气 我拿你是问 薛原欲成阴狠一笑 说道 三哥 你放心吧 他们两个跑不了 我早就已经料到 今日这种情况 早就派人盯着他们了 薛原心平挑了挑眉头 然后哈哈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老七 你这心思 还真是够缜密的 薛原欲成 在他的兄弟中排行老七 他得了薛原心平夸奖 兴奋得跟什么似的 觉得自己离着进入主脉 又进了一步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 他们两人发现 旁边那嘲笑之声消失了 本章完 第2610章 今日 是你的死期 一时间很是有些安静 顿时 两人都是诧异地回头看去 然后他们便是看到 一个身材高大 长相俊朗的白衣青年 此时正向着他们缓缓走来 这青年 健美朗目 英气逼人 不是陈锋又是谁 他们两人看到陈锋之后 同时心中忽然涌起一股 非常奇怪的感觉 他们感觉 今日的陈锋 和之前相比似乎有了许多不同 但是 薛元欣平接着就摇摇头 将这个想法 从自己脑海之中赶了出去 嘴角露出不屑笑意 说道 这小子能有什么改变呀 不过还是那个废物罢了 而其实 有这种想法的 不止他一个人 他身后那些人 都是有这种感觉 一时间 被陈锋锋才所震慑 竟是都忘记了说话 陈锋静止向着他们走了过来 陈锋的目光 一片平静 只是 那眼眸深处 却是宛如黑水潭底的火山一样 蕴含着冰冷的沙鸡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哟 废物 你竟然来了 可以啊 你不怕丢人了是吗 不怕再一次被所有人耻笑了是吗 薛元欲成看着陈锋 不屑说道 陈锋看着薛元欲成 而后 目光最终落在了薛元欣平身上 他忽然伸手指向薛元欣平 一字一句 陈锋说道 薛元欣平 五日之前 你曾经说过 今日是我的死期 但是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 今日 是你的死期 陈锋的声音并不大 但是却非常的认真 就宛如在 诉说一个真理一样 充满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气势 周围那些人听了 都是击零零地打了个哆嗦 因为 他们竟是同一时间感觉到 陈锋说出来这句话 那就一定能够做到 言出法随 绝无虚言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无法违逆 甚至 就连薛元欣平自己听了之后 都是不由的心中生起一股死亡之意 脸上露出一抹恐惧之色 他感觉 自己今日似乎真的要死在陈锋手中 但是下一刻 他便暴怒 我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想法 我怎么可能会死在他的手里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他就是个废物 他连和我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 我怎么可能会死在他的手里 是一个狗东西 他连做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 他不配 他盯着陈锋 缓缓点头 阴狠说道 好 好 陈锋 你很好 他脸上的猙獰之色 陡然爆发 吏声吼道 你给我等着 我让你们母子两人 无法活着 见到明日的太阳 陈锋看着他 轻蔑一笑 一句话都不说 这个时候 周围那些人也都是回过身来 他们也都是感觉 自己刚才仿佛是错觉一样 听见轩缘欣平这么说 他们忙不迭地赶紧纷纷附和 对陈锋大声耻笑辱骂 很是鄙夷不屑 而这个时候 旁边潘元白也是跳了起来 指着陈锋 不屑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你配跟我家少爷相比 陈锋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微笑说道 今日死的人又多了 你也有份 然后 转身便走 看都不看他们 轩缘欣平眼中 闪过一抹阴朗 轩缘欲成还想再说 而这个时候 忽然一道宏大无比的气势 骤然降临在这广场 顿时 所有人都是被这股气势所震慑 再也不说话 只是抬头向天看着 然后 他们便是 看到一个庞然大雾 向着这边骤然降临过来 下一刻 便是轰的一声 向下砸来 这 竟是一个一块巨大的白欲图腾柱 这块美欲 圆润无比 晶莹光滑 高度达到百米 直径则是有三十米 这个巨大的图腾柱上面 布满了花纹 这些花纹极为的古老 让人看一眼 都是有种暮眩神秘的感觉 而里面的内容 更是宏大苍凉 让人看一眼 就仿佛是回到了那远古 洪荒时代 看到了那些与天争命 和无数妖兽搏杀的上古先鸣 上面的气势 庞大至极 瞬间镇压整个广场 让所有人都是为之震撼 显然 这是一件难得的一宝 众人纷纷发出惊呼 武魂图腾来了 武魂图腾已经被请出来了 武魂测试即将开始 下一刻 那武魂图腾 便是在即将落在地面上的时候 骤然停住 就这么悬浮于离地一米的高度 在那里纹丝不动 非常的神奇 在那讲武堂之前 一座高台 从地面之上缓缓升起 高台长宽 各有百米 高度达到五十米 上面摆放了几十把椅子 下一刻 刷刷刷刷 一道道光芒流转而过 掠空而来 数十道人影 在那光芒之中闪现 轻巧地 落于高台之上 一番推让 便分开落座 这些人 每一个身上 都是穿着造型旗鼓的白色大厂 这白色大厂之上 则是绣着一个个玄奇深奥的圆形图案 这圆形图案 似车轮 又似太阳一般 这个图案 正是轩缓家族的族会 他们身上的白色大厂 代表着他们乃是外宗长老 一个个实力强大 身份显赫 这些所有到来的外宗长老 诸多轩缓家族的强者之中 最前面的乃是一名身材高大的老者 这老者头发胡子都是 已经花白 他身上气势极为的庞大 尘封看一眼 便是有一种心灵聚颤的感觉 他衣袍之上 绣着一颗硕大的星辰 区别于其他人 显然 此人的实力高深莫测 尘封心中暗道 此人的实力 只怕已经是达到了九星武皇巅峰之境了 距离那强悍莫名的五帝之境 只有一不知遥罢了 尘封知道 此人是谁 这老者名为轩缘若峰 乃是外宗首席大长老 相当于是整个外宗的掌控者 而他也是外宗唯一的摘星长老 摘星级别的长老 比一般的长老更是强大 不知道多少 轩缘若峰的脸长得极为的吓人 一半乃是一个骷髅 而另外一半也是一片焦黄 缩成面皮皱皱巴巴的缩在脸上 若是在半夜看到的话 只怕能将人活活吓死 而且 轩缘若峰的双腿 也已经断掉 只有膝盖以上的部分 但是 这并不妨碍他行动 本章完 第2611章 武魂测试开始 在他双腿之下 两股力量勃然而出 凝成了一副跟人腿没有什么区别的力量驱赶 他行走自如 众人将他簇拥在其中 态度都是非常的恭敬 轩缘若峰将目光投向台下 他的目光在所有人脸上一一扫过 尽管台下有数千人 但是所有人都是感觉到轩缘若峰看到自己了 而 尘封也接触到了轩缘若峰的目光 他感觉轰的一声 自己整个人大脑之中一片晕眩 似乎神智都已经消失了 半想之后 方才缓过来 尘封心中震撼不已 这就是九星武皇巅峰的实力吗 这就是濒临五帝境的实力吗 太强了 实在是太强了 尘封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错觉 那轩缘若峰的目光 在自己的脸上 停的时间格外的长一些 他看着尘封 目光淡漠 但是尘封分明从里面感觉到了一丝浓烈无比的杀技 尘封心中重重颤抖了一下 他想杀我 为何 这是为什么 我和他无冤无仇 但是下一刻 轩缘若峰的目光就已经躲开 让尘封没有办法求证 不过 借着 尘封心中昂扬之气 却是陡然升起 心中豪迈之急 他想杀我又如何 那就放马过来好了 我现在有了八舍五魂 我还怕谁 他现在 确实是比我强很多 举手投足之间就可灭掉我 但是 那又如何 假以时日 我一定能够将他踩在脚下 尘封心中没有任何的畏惧 接着 薛元若峰将目光收了回来 而后 他看向众人 缓缓吩咐道 若晨 今日之事 由你负责 是 一名身材高大魁梧之急的大汉 拱了拱手 站起身来 而后 他恭敬说道 请诸位长老落座 那些长老全部都坐下之后 他方才面向众人 陈生说道 五魂测试 正式开始 现在 抽签决定上场顺序 说是抽签 却不是各自抽签 而是他来抽 他说完之后 右手一扬 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签筒 然后 啪的一声 一掌拍在那签筒的底部 顿时 这个小小的 只有手腕粗细的签筒之中 如无穷无尽一般 流出来足足有数千之多筷子大小的玉签 这些玉签 在空中临散 而后向着在场的所有弟子飞去 转眼之间 每名弟子手中 便都是 出现了一枚玉签 陈峰自然也是不例外 陈峰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玉签 上面写的号码 3065 陈峰摇了摇头 3065 竟然是最后一个 旁边不远处 就是轩辕星平他们 轩辕星平往旁边瞥了一眼 看到了陈峰手中签子上的数字 然后立刻很是大声的 发出一阵不屑的笑声 他看向陈峰 撇了撇嘴 说道 废物 你运气真是不错呀 竟然抽到最后一名了 轩辕玉成 也是哈哈笑道 三哥说的没错 这个废物运气真是好 竟然抽到最后一名 这能让他丢人的时间 向后推迟一下了 不至于一上来就将颜面丢尽 轩辕星平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但是可惜 再怎么推迟 今日他的脸面 还是要丢的 没办法 谁叫他是一个没有武魂的废物呢 他们这一帮人 都是发出一阵轰然大笑 陈峰站在那里 神色淡然 心中只是冷笑 你们这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给我等着 待会儿我要让你们惊掉下巴 我要让你们 为现在所说的话付出代价 众人纷纷喊道 谁是第一个 片刻之后 都是没有人站出来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第一个出来测试武魂的人是谁 就在这时 远处忽然传来一个宏大霸道的声音 哈哈哈哈 这第一个武魂测试的人 舍我其谁 下一刻 一道人影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这边急速而来 砰的一声 重重地砸在地上 让人感觉 整个薛元家族 甚至是整个昭歌天子城所在的这具山 都似乎为之颤抖了一下一般 光芒散尽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乃是一个极其高大魁梧的青年 青年身高足足接近三米 如同一个小巨人一般 而最为奇特的是他的眉毛 胡子头发 甚至连睫毛 全部都是淡金色的 而他的一张脸 也是淡金色 他的眼睛 也是近乎于琥珀一般的淡金色 他的整个身体 表面都是散发出一阵 朦朦胧胧胧的金色光芒 看上去便是极为的强横 与之相匹配的 则是他身上的气势 也是强大至极 他长得极高 肩膀极宽 身上气势极为霸道 给人一种霸气无边的感觉 一袭金色袍服 在风中烈烈作响 陈峰看到他之后 顿时眉头挑了挑 心中微微凛然 此人给他带来的压迫感 也就是只比刚才的那些长老 差一点罢了 陈峰心中暗道 此人的实力 只怕已经是达到了八星武皇之境 还非我现在所能匹敌 这个魁梧大汉哈哈大笑 看向看台之上 说道 诸位长老 当然是我来进行第一个武魂测试 除了我 谁还有资格 众人纷纷发出惊呼 轩辕俊雄 竟然是轩辕俊雄 不是说他闭关修炼吗 怎么突然出来了 轩辕俊雄 可是外宗弟子之中的第一高手 年纪轻轻 已经达到了八星武皇 已经是 成为了大武皇 由他来作为第一个武魂测试的人 理所应当 所有人看向着轩辕俊雄 目光之中 都是带着一丝敬畏之色 轩辕俊雄 听到众人的议论之声 脸上露出一抹自得 这个时候 那轩辕尘若晨微微一笑 将一枚签子让过来 说道 刚才我将所有签子都撒出去了 签筒里面只落下了一个 果然就是一号 确实是你第一个做武魂测试 拓轩辕俊雄 哈哈大笑 这显然是作弊 不可能如此巧合 但是无人敢说什么 因为 轩辕俊雄有这个资格 他有这样的实力 轩辕俊雄 大步走到那武魂图腾之前 本章完 第2612章 万年级别的武魂 而后 回头看向众人 说道 我虽然闭关 但是这等武魂测试的省盛事 可不能不来 只不过 我没耐心等你们 我武魂测试完了之后 会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真正的高手 什么叫做真正的强大 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 也好让你们 有一个追赶的目标 他这番话说得很狂 没有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但是之前在尘封面前 很是嚣张霸道的轩辕新平 轩辕俊成他们 却没有一个人 敢提出任何意义 没办法 轩辕俊雄实力太强了 轩辕俊雄 大步走到那武魂图腾之前 双手摁在了旗上 他一声爆吼 双臂一震 顿时 在他身上 一道光芒骤然出现 这道光芒在他后背 逐渐凝聚 吓一刻 轰的一声 他的身后出现了 一个巨大的武魂 身高达到五万米之巨 就是一个浑身金色的巨人 巨人的肩膀宽度 跟他的身高也差不多了 而身体的厚度也差不多 整个几乎就像是一个正方形 看上去极为的魁梧 极为的强壮 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压迫感 众人纷纷发出惊呼 这是轩辕俊雄的巨人武魂 陈锋也是心中一领 他的武魂 竟然是一个巨人武魂 只不过 这个巨人武魂 给我的压迫感非常强 等级绝对远远超过 我原先见过的山岳巨人 只是不知道 达到了几级巨人的级别 丘陵巨人乃是一级 山岳巨人则是二级 陈锋估计 这头巨人的级别 至少也是达到了 四级五级那么高 而后 那巨人武魂 发出一声疯狂的吼叫 双手摁住武魂图腾 下一刻 他则是直接消失了 武魂图腾的最下面 则是 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陈锋这才看到 那武魂图腾上面 一共有五个环 从下道上 这五个环的颜色分别是 白色 红色 橙色 黄色 绿色 下一刻 白色的最下面的一环 亮了起来 发出淡淡白光 众人纷纷沉默地看着 没有一个人说话 显然这个这个还亮起 他们所有人都想到了 下一刻 那道白光烹的一下 顺着图腾住往上 接着 那从下往上数第二道环 红色的环 亮了起来 炙热的火红色光芒散发而出 依旧没有人说话 显然他们也早就想到了 再接着 红色光芒往上 那橙色的环亮了起来 这时候 人群之中才有人发出惊呼 千年级别的武魂 这头巨人武魂达到了千年级别 人群之中 立刻有人发出不屑的笑声 说道 这不是废话吗 轩辕俊雄的巨人武魂 可是咱们外宗最强大的武魂之一 十年前就达到了千年级别 你新来的吧 若是入门早一些的话 不会不知道 他的武魂 若是达不到千年级别 那才怪了 咱们外宗弟子里面 千年级别以上的武魂 可是有着足足十几个的 原来 这武魂图腾之上 最下面那道白环 代表着武魂的级别 是百年级别 上面的红色环 则是代表着 是达到了五百年级别 成色代表着 达到了千年级别 在网上面 则分别是五千年和万年级别 轩辕俊雄看向众人 哈哈大笑 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真正的强 他吼叫一声 拼命用力 于是下一刻 那黄色的光 骤然亮了起来 无穷无尽的黄光骤然而起 璀璨而又炙热 众人纷纷发出惊呼 五千年级别的武魂 这是五千年级别的武魂啊 在外宗术弟子里面 已经是无可置疑的第一了 五千年级别的武魂 哈哈哈哈 你们以为 五千年就已经是 我的极限了吗 你们以为 我不能更强了吗 此时 薛元俊雄回头 看向所有人 发出一声疯狂的大笑 今日就让你们 所有人都见识见识 我的武魂强到了什么程度 轰的一声巨响 他身体之上 金色光芒 瞬间疯狂暴闪而出 被吸入武魂图腾之中的巨人武魂 也是发出一阵阵疯狂的吼叫 于是 那一片黄色光芒 陡然之间极为炙热 疯狂地向着武魂图腾的 顶部冲了过去 终于 那顶部的环 骤然亮了起来 一抹绿光出现 不过 似乎到现在 薛元俊雄也达到了极致 那一抹绿光出现的一刹那 就直接又是消失了 然后快速地缩了回去 薛元俊雄则是一声大吼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显然受伤不清 他强行催动武魂冲击更高级别 结果反而受到了反噬 而哪怕是如此 此时发生的这一幕 也是已经震惊了全场所有人 他们都是 发出一声不敢置信的吼叫 万年武魂 他的武魂 竟然达到了万年级别 老天爷啊 这不可能吧 之前一次出现的时候 他都不会还只是五千年级别罢了 现在竟然突破达到了万年级别 薛元欣平看着他 满脸都是震撼之意 暮光之中露出浓浓的崇拜之色 说道 这才是真正的外宗第一人 太强了 太霸道了 而薛元欲成也是看得暮眩神迷 心中激荡不已 陈生说道 什么时候能够像他那么强大 旁边一群人都是发出哄笑 救你 还是下辈子吧 这辈子就别做梦了 薛元欲成善善一笑 此时 高台之上那些长老 也都是豁然站起身来 看着薛元俊雄 目光之中 都是露出一抹赞许 薛元若晨看向薛元若丰 脸上带着一丝浓浓的谄媚之色 说道 大长老 俊雄不愧是您的儿子呀 果真是虎父无犬子 父亲如此强大 儿子也拥有着这么强大的天赋 俊雄今年刚刚过了不惑之年 竟然就已经将灵魂提升到了万年级别 太强了 没错 旁边另外一名长老 也是满脸恭敬地赞叹道 俊雄这孩子 天赋极好 武魂刚刚觉醒 就是三千年级别的 而他 没有任何的满足 疯狂提升 现在终于达到了万年级别 武道之心 非常坚韧 本章完 第2613章 西年仇怨 轩缘若峰此时也是非常的得意 他却是故意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 摆了摆手 说道 不过就是勉勉强强达到万年级别罢了 你们可别夸了 轩缘若晨说道 哎 那怎么能行呢 俊雄这孩子这么出色 我们若是不夸夸他 他心中可就该不高兴了 出色 咱们就该夸 轩缘若峰心中对这话很是受用 微笑点头 随口说道 欣平这孩子也很是不错 轩缘若晨脸上立刻笑成了一朵花 连连说 不敢 原来 轩缘欣平 就是他的儿子 他 便是轩缘欣平背后的靠山 轩缘若峰目光扫向台下 忽然又是扫到了那个角落之中 又是看到了那个一袭白衣 高大挺拔的少年 他的目光 忽然微微一缩 眼中寒芒闪烁 冷声说道 我的儿子 哪怕是再怎么不出色 也比那个贱人的儿子强得多 我的儿子 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 我的儿子 要让他心服口服 这才是我对那个贱人最大的报复 当初 他仗着天赋比我强 实力比我高 毁了我的脸 断了我的腿 我会让我的儿子 去将这一切 听我讨回来 我之所以留着他的性命 没有杀他 就是为了今日 说着 他发出一阵阴冷刺骨的笑声 旁边众人听了 这话都是漠然 而薛元若晨 则是忽然大声鼓掌 说道 没错 大长老说的没错 就应该这么做 这样 才能让那个贱人知道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天才 到底谁应到了最后 他说着 脸上露出咬牙切齿之色 原来薛元若峰的断腿 那脸上的伤势 竟然是在当初 被陈锋的母亲薛元若兰毁掉的 而薛元若晨 当初也被薛元若兰狠狠地教训过 他们都是对薛元若兰极为的记痕 薛元若晨压低声音 向薛元若峰说道 大长老 今日那尘封 武魂测试 若是他还没有武魂的话 按照家族规矩 他们母子就不会再受庇护 就要被逐出家族了 到时候 想怎么收拾他 就能怎么收拾他 薛元若峰 长长地虚了口气 将激动的情绪平复了下来 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笑容 说道 没错 正是如此 当初 这个贱人就该被逐出家族 不再受家族的保护 那么我那个时候 就可以向他下手了 但是 偏偏外界传闻 他有一个极为天才的儿子流落在外 所以 内宗才有一些老家伙要保住他 就是因为他的儿子 结果呢 哈哈 他脸上露出一抹浓浓的不屑 指着下面的陈锋说道 救那个废物吗 救他 他算什么东西 高抬之上 众多长老都是发出一阵附和的笑声 唯有一名身材干瘦的老者 脸上露出不忍之色 没有附和 轩元若晨大声说道 外宗弟子 轩元俊雄 武魂为万年级别 比上一次提升了三千年 可喜可贺 其实 轩元俊雄的武魂级别 只是勉强达到了万年 要是正确来说的话 可以说是八千年左右 但是 轩元若晨显然不会这么不给轩元若丰面子 直接就给他归入了万年级别 轩元俊雄之后 便是轮到第二个人 此人 也是一名轩元家族之脉的弟子 他走上前去 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 开始武魂测试 他的武魂 则是达到了千年左右的级别 轩元若晨 又是高声宣布 然后 又是有很多人陆续向前 绝大多数人的武魂都是在千年以下 而且 武魂比起之前来也是不进不退 里面只有很少一部分 武魂比起之前来等级有了提高 这一部分人数大约占到一成左右 但其实 这也是非常恐怖了 陈锋心中暗暗震惊 因为他在之前那些时间里面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谁的武魂等级提升的 轩元家族不愧是轩元家族 当真是逆天 与此同时 陈锋心中也是热血澎湃 充满了激动和期待 心中一个声音在疯狂地吼道 我的武魂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级别呢 能不能达到万年 我相信 一定可以打倒的 陈锋几乎忍不住 就要上前武魂测试了 而很快 便是轮到了轩元欣平 轩元欣平抖了抖肩膀 一脸兴奋地 从人群之中站了出来 而后 他看向自己旁边围着的那些人 哈哈一笑 说道 今日 就让你们开开眼 他身边围着的那些人 都是满脸谄媚地说道 三哥 你这一次去 一定能够震惊众人 没错 要我说啊 三哥 你这一次 绝对是除了薛元俊雄之外 武魂级别最高的人 这人说的 就有点没谱了 连薛元欣平自己 都有点不好意思 如此自吹自擂 他摆了摆手 哈哈笑道 第二人不敢说吗 不过排进前几时 还是问题不大的 上一次我的武魂 就已经是达到了千年级别 这一次 他忽然一瞥眼 看见了尘封 脸上立刻露出一抹细血之色 而后哈哈笑道 哎 你们说 从千年级别 跨越到五千年级别 那是天才 那么 若是一个废物 从没有武魂 一下子变得拥有万年级别的武魂 那应该叫什么呢 他一说这话 薛元欲成立刻会议 哈哈大笑道 那只怕是 他在做梦吧 只有在最不要脸的梦里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薛元欣平扶长大笑 指着陈峰 说道 可是 这个废物之前 还说要 狠狠地打我的脸 要击败我呢 他这叫什么 薛元欲成在旁边谄媚说道 自然也是做梦 而且是做的那种 不切实际的美梦 众人都是哈哈大笑 纷纷嘲讽陈峰 显然 他们都是认为 陈峰之前说的那番话 是痴人说梦 陈峰只是站在那里 淡然不语 薛元欣平骤然回头盯着他 声音阴狠地说道 小崽子 你给我等着 我待会武魂测试的时候 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 本章完 第2614章 我 不忍了 跟我比起来 你算得了什么 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陈峰眉头一皱 眼中杀鸡凛然 不过他依旧没有说话 只是心中冷笑不已 待会儿 他要狠狠地打这些人的脸 让他们知道 到底谁的天赋 才是最为强悍的 薛元欣平说完之后 便是大步走上前去 来到了那武魂图腾之前 而后 他双手捧在武魂图腾之上 力量疯狂涌出 下一刻 他的武魂骤然之间出现 轰然降临 他的武魂 乃是一只双翅飞驼 只是 这只双翅飞驼 却并不是之前 陈峰见到的那种雪白色的 而是通体呈现出一股棕红之色 也不像是陈峰之前 见的那双翅飞驼如此温顺 整个神态非常的猙獰 身上的气势 也是极为的恐怖 他的四个蹄子下面 却不是寻常的蹄子 而是锋利无比的爪子 他的脑袋上 更是长着一个硕大的狮子头 那双巨大的翅膀 一展达到了足足数千米 整个气势极为的磅礴 众人纷纷发出惊呼 这是薛元欣平的武魂 狮头双翼飞驼 没错 这是头双翼飞驼 也是颇为强横 我记得在数年之前的武魂 测试之中 应该是达到了千年级别 在外宗弟子里面 能够排得上前五十了 前五十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存在 这可是薛元家族 而后 薛元欣平走到那武魂图腾之前 一声爆吼 武魂直接冲入武魂图腾里面 他此时 回过头去看着陈锋 一声冷笑 废物 看清楚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 下一刻 那武魂便全部涌入武魂图腾里面 顿时 武魂图腾之上 光芒开始绽放 百年 五百年 千年 而到了千年级别之后 依旧还在往上生长 众人纷纷发出惊呼之声 终于 这光芒在长到距离那五千年 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停了下来 离这五千年 有那么一点距离 但是却并不远 薛元欣成等人轰然叫好 三千年级别 三哥的武魂达到了三千年级别 当真是强悍啊 没错 三千年级别的武魂 而且以他的年龄来看 足以称之为小天才了 就连高台之上那些外宗长老们 也都是微微点头 脸上露出一抹赞许之色 出口夸赞 薛元若晨脸上露出一抹得意之色 很是得意 其实 这些长老说这些话 更多的是给他面子 并不是觉得薛元欣平真的有那么好 他们天才见多了 薛元欣平这又算得了什么 薛元若晨口中说着故作谦虚的话 只是 但是脸上那一抹得意 却是无论如何 都掩盖不住 薛元欣平回来之后 围绕在他周围的那群人都是大声吹捧 将他说得哈哈大笑 他看着陈锋 满脸傲慢地说道 废物 看清楚了吗 这 才是真正的天才 真正的强大 接下来 又是薛元欲成上前 薛元欲成 比薛元欣平就要差得多了 武魂 距离千年 还有一段距离 大约也就是七八百年武魂的级别 他在所有外宗弟子之中的排名 则是到了三百名开外 薛元欲成走回来的时候 感觉有些脸上无光 毕竟他的排名这么低 而他 一眼扫到陈锋 脸上立刻露出一抹猙獰 厉声吼道 小崽子 看什么看 再看 信不信老子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 其实 陈锋根本就没有看他 他只是感觉自己没有面子 需要发泄 陈锋杀气涌现 几乎就要忍不住动手 这狗东西 真是找死 而薛元欲成 还在哪里大放厥词 就算是我武魂级别再低 也比你这个没有武魂的废物强得多 陈锋的手 却是忽然松开了 脸上那一抹猙獰也消失了 他已经下了决定 待会儿一定要宰了薛元欲成 绝对不会让他活过今天 众人纷纷上前武魂测试 很快 倒数第二个人也武魂测试了 接着 就轮到陈锋上去武魂测试了 陈锋大步向前走去 而就在他往前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 忽然 在他面前 一道人影刷的一下一闪 直接挡在那里 他看着陈锋 满脸细血之色 说道 小崽子 你要去干什么 陈锋看着他 淡淡道 我自然是要去参加武魂测 此人 正是薛元欲成 哦 你要去测试武魂 薛元欲成脸上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你去测试个屁啊 你有武魂吗 你参加武魂测试 就是在浪费我们薛元家族的武魂图腾 你知道这武魂图腾多么珍贵吗 你这等没有武魂的废物上去 万一损坏了怎么办 就算没有损坏 让你摸一下 都是我们薛元家的损失 他看着陈锋锋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即使轻蔑地说道 赶紧滚 陈锋眉宇之间 杀气已经浓重地几乎控制不住 但是陈锋决定还是控制一下 只要是有人出来阻止他 他就暂时忍了这口气 他死死地盯着薛元欲成 冷冷说道 让开 薛元欲成这时候 忽然又指了指自己胯下 说道 想让我让开 行啊 没问题啊 从我胯下钻过去就可以了 说着 发出一阵戏谑的大笑 周围那些薛元家族的子弟 也都是发出一阵轻蔑的笑声 陈锋什么都没有看 只是看向高台之上 看向那些长老们 而那些长老 一个个却是脸上含笑 根本就没有任何管的意思 薛元若峰 还向薛元若晨说道 看有没有 这个小崽子 竟然还想求助咱们 原来 他们并不知道陈锋的目的 还以为陈锋是在求助他们 殊不知 这是薛元欲成活命的唯一的机会 若是他们不管 陈锋就要动手了 看到他们脸上的那漠然之色 陈锋缓缓点头 嘴角露出一抹冰冷的笑容 缓缓说道 好 很好 陈锋抬起手来 他眼中杀气爆闪 陈锋终于 不忍了 他看向薛元欲成 目光之中 杀气毕露 一字一句说道 要么让开 要么 死 本章完 第2615章 这个力量够不够 哟 小子 你还挺狂的 薛元欲成脸上一声痴笑 你竟然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你是不是找死 陈锋淡淡说道 找死的 是你才对 哟 还想跟我动手 薛元欲成发出一声不懈的大笑 他回身 看向身后众人 哈哈大笑道 你们听见没有 这小子 竟然是要跟我动手了 这个小崽子 废物一个 却还如此猖狂 竟然还想跟四哥你动手 四哥 你一拳出去 就能要了他的命 那些人纷纷鼓躁 广场之上的其他人 也都是露出一副不懈的表情 高台之上的那些长老们 听到这番话 一个个都是纷纷摇头 不以为然 薛元若晨低声窃笑道 这小子没实力还要装 死了也是活该 薛元若风则是满脸阴冷地说道 我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地死了 我要让他受尽折磨再死 薛元心平扬声道 他既然这么不自量力 那么你就教训教训他 薛元欲成点了点头 他回过头来 满脸阴狠地盯着陈锋 狠狠说道 小崽子 你想动手是吧 好啊 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强大 我要让你为刚才所说的话 后悔莫及 我要让你 死无葬身之地 而此时 陈锋却是微微一笑 说道 且慢 薛元欲成先是一愣 然后便是仿佛想到了什么一般 哈哈大笑 小崽子 你是不是害怕了 果然啊 废物就是废物 刚刚刚才吹一下牛逼 现在就缩了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陈锋淡淡说道 我说且慢 可不是为了这个 他看向了薛元心平那一群人 淡淡说道 刚才你们都曾出言嘲讽于我 既然这样 你们不如一起动手吧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薛元心平那帮人 先是安静了片刻 然后便是爆发出一阵大笑 小子 你失心疯了吧 他竟然说要咱们一起动手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他们都是纷纷发出不屑的吃笑 薛元欲成一声爆吼 小崽子 给我死吧 说着 他疯狂地向着陈锋扑了过去 一拳狠狠轰击而出 而此时 陈锋却是看都没有看 只是抬起头来 看向天空 口中轻声说道 要动手了 我终于要动手了 来到薛元家族之后的第一次动手 就在今日 从今日开始 薛元家族之中 再也无一人可以羞辱我 下一刻 陈锋发出一声爆吼 再有无一人可以如我 此时 薛元欲成的拳头 已经是到了陈锋身体之前 薛元欣平等人脸上都是露出一抹残忍嗜血之色 仿佛看到陈锋被击杀的那一幕 而就在这时 陈锋忽然动了 一掌拍出 这一拳轻飘飘的 看似魂不着力 薛元欣平等人 顿时都是 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 充满了嘲讽之意 哈哈 这一掌 是给四哥挠痒痒的吗 这一掌 只怕连蚂蚁都打不死了吧 陈锋 你这废物 你现在就要死了 你这一掌 会直接被四哥的拳头给轰碎 然后顺便将你要活活打死 他们纷纷发出疯狂的消叫之声 而薛元欲成也是哈哈大笑 小子 你就打算用这样的攻势来杀我吗 你觉得 这样的攻势 能够伤我一根寒毛吗 此时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下一刻 薛元欲成便是脸色巨变 一声疯狂的吼叫 怎么可能 原来 此时 他感觉对面压过来的那掌风 竟是沉重如山 就像是一座山一样 狠狠地向着自己压了过来 这让他无法呼吸 几乎窒息 胸口烦闷之极 心脏砰砰乱跳 鲜血直流 一张脸 瞬间涨得通红 整个人几乎要活生生被炸碎开来 砰的一声巨响 陈锋的掌风 直接将他的全势 给活生生的轰碎 然后又是直接落在了他的身体之上 轩元欲成 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飞出去足足百余米 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疯狂地呕血 全身骨头几乎尽碎 一掌 陈锋只用了一掌 就将他打得深受重伤 轩元欲成躺在地上 指着陈锋 发出不敢置信的吼道 小子 你隐藏了实力 你才发了一掌 竟然就将我打得深受重伤 是不可能的 他发出不敢置信的吼叫 陈锋缓缓走上前去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说道 刚才 你不是还觉得 我的掌风 连给你挠痒痒都不够吗 他满脸细血 那么 现在呢 你觉得这力度还不够 那我再加重一点 显然 他是在回应 轩元欲成 他们刚才说的话 说着 陈锋忽然变了脸色 一声爆吼 这个力量够不够 说着 一拳狠狠轰出 把轩元欲成打得狂喷鲜血 几乎被直接砸死 他直接被轰得 只剩下一口气了 此时 众人方才回过神来 纷纷发出惊呼 怎么可能 薛元欲成 竟然被陈锋给轻松击败了 薛元欲成 可是五星五皇啊 陈锋竟然轻松的 就将他给打成重伤 打得吐血 简直让人不敢置信 陈锋的实力有多强 难道已经超越五星五皇 达到六星五皇了吗 有可能 众人此时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已经是多了几分忌惮之色 陈锋竟然隐藏了实力 他竟然有着六星五皇的实力 太强了 他的心机城府 也实在是非常深啊 众人纷纷感叹 刚才脸上的轻蔑 已经是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丝凝重 不过 这些人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还有很多人 看向陈锋的目光中 依旧是带着浓浓的蔑视和不屑 他们都是实力比较强的那些 轩辕欲成先是吃了一惊 没想到陈锋有这样的实力 但接着 他脸上就露出不屑之色 看着陈锋 淡淡说道 你觉得你实力很强吗 我告诉你 你依然会被我轻松击杀 他根本不认为 陈锋是自己的对手 本章完 第2616章 你能把我怎么样 高台之上 薛元若峰和薛元若晨等人看到这一幕 也都是微微挑了挑眉头 有些诧异 薛元若晨猙獰说道 他竟然敢动薛元家族的人 真是该死 说着 就要动手 这个时候 薛元若峰却是摆了摆手 说道 这小子 看上去倒是挺有意思的 薛元若晨不敢违逆 点点头 站在一边 陈锋走到薛元玉成面前 一脚便是踩在他的胸口之上 嘴角泛着一丝凶狠笑容 冷冷说道 薛元玉成 我跟你无冤无仇 我来到薛元家族之后 你却是屡次挑衅羞辱于我 今日 就是你的丧命之时 说着 陈锋一脚就要狠狠踩下 而这个时候 远处薛元心平一声爆吼 你敢 薛元玉成此时离死只有一条线 但是他脸上神色却依旧嚣张 疯狂地吼叫着 陈锋 你也不敢杀我的 你要是敢杀我的话 三个不会饶了你的 薛元家族也绝对不会饶了你的 他一脸的有恃无恐 认为认为 陈锋绝对不敢杀自己 哦 是吗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毫不留情 一掌拍下 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死亡威胁 薛元玉成发出一声大喊 怎么可能 你竟然真的敢杀我 死亡的气息 疯狂地涌来 他发出凄厉的惨叫 涕泪横流 一瞬间 精神完全崩溃 刚才的嚣张全都不见了 他疯狂地求饶 连连磕头 哀嚎大喊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求求你 一股屎尿臭味传来 他的裤子 已经湿了一片 原来 他竟是被吓得屎尿齐流 陈锋的手 停留在他脑门上 一寸之处 戛然而止 陈锋满脸细血地看着他 哈哈大笑 轩辕玉成 你怎么不嚣张了 你怎么不狂了 轩辕玉成疯狂地哭喊着 我不敢嚣张了 你饶了我吧 求求你 饶我一命 他跪在地上 连连磕头 陈锋嘴角忽然露出一抹细血的笑容 说道 想活命是吗 轩辕玉成拼命地点头 陈锋微微一笑 你不是喜欢让别人钻你胯下吗 好啊 想活命 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我就饶了你 薛玉玉成没有任何犹豫 大声喊道 我钻 我钻 说着 竟是直接朝着陈锋胯下钻去 他跪在地上 卑微到了极点 陈锋快意大笑 薛玉心平发出一声利和 陈锋 你敢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如此羞辱我们薛玉家族的人 陈锋微微一笑 指着跪在地上的薛玉玉成 我就是羞辱了 你能把我怎样 老子要宰了你 薛玉心平疯狂地冲了过去 陈锋淡淡道 你要宰了我是吗 巧了 我也正好想宰了你呢 说着 陈锋一动不动 就那么站在那里 等着他杀上来 薛玉心平脸上露出冰冷之色陈锋 你当真是狂妄自大 你以为你赢了薛玉玉成 就能杀了我吗 他不过是排名数百而已 而我呢 则是排名前五十 在我面前 你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会被我击杀 他一声爆吼 双拳轰出 数十道权势 向着陈锋狠狠地轰击而来 顿时 满天拳影 强大威势忽然降临 众人都是 发出惊呼 薛玉心平 好强 没错 他的实力非常强横 这一套权轰出 哪怕是六星五皇 都能击杀 陈锋应该不是他的对手 高台之上 薛玉若晨看到这一幕 也是微微含笑点头 薛玉若风淡淡说道 心平不过是六星五皇 却能击杀六星五皇 可算得上是不错了 这夸奖 更是让薛玉若晨喜行余色 而面对这漫天拳影 陈锋却是恍若未见一般 看都不看一眼 陈锋甚至转过了身去 背对着薛玉心平 看向之前簇拥在薛玉心平周围的那些人 微笑说道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 你们一起上吧 陈锋的态度 极致轻蔑 废物 你太狂妄了 你简直就是找死 不用一起上 我一个人就能轻而易举地杀了你 薛玉心平怒到了极点 陈锋完全无视他 他又是一声疯狂的吼叫 全是向着陈锋 直接狠狠地落了过来 漫天拳影杂像 如同一座大山降临一样 看那威势 似乎要将陈锋 给活生生地砸碎 而与此同时 看到陈锋转身 背对着自己 那跪在地上的轩辕玉成 眼中露出极度阴狠之色 骤然抬头 他手中一把长剑出现 直接刺向陈锋后心 他竟是要偷袭陈锋 所有人都是发出精华 陈锋太拖大了 是啊 他太愚蠢了 竟然把后心要害 直接朝着敌人 两人攻击之下 陈锋必死无疑 没错 这一拳足以击杀六星武皇 陈锋绝对扛不过 更别说 还有血缘玉成的偷袭 陈锋 今日必死 那高台之上的长老们 没有一个人油管的意思 反而不少人脸上都是 含着冷笑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而这个时候 陈锋嘴角忽然露出一抹轻蔑嘲讽的笑容 似乎在嘲笑所有人的愚蠢 下一刻 陈锋动了 他头也没回 只是轻轻伸出一根手指 点向了那漫天拳影 于是 轰的一声 那漫天大山一般的拳影 便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锋就那么轻描淡写地 伸出一根手指而已 而且 他还根本没回头 与此同时 他一脚踢出 直接踢碎了薛元玉成的长剑 然后狠狠地落在他的身上 薛元玉成一声淒厉的惨叫 被直接踢飞 摔在地上 身体抽出了几下 而后便直接没了气息 他被陈锋直接击杀 于是 几乎是一瞬之间 所有人的声音戛然而止 整个广场之上 安静得如同死地一样 所有人的表情 都是凝固在了脸上 没有一个人说话 下一刻 他们则是纷纷发出 不敢置信的吼叫 怎么可能 薛元欣平竟然 陈锋这么轻描淡写地 就把他的攻势给破了 他们满脸都是目瞪口呆 不敢置信地看着陈锋 本章完 第2617章 你欠我的 都还回来吧 薛元欣平也是不敢置信地一声大喊 这 这不可能的 他满脸震惊地看着陈锋 陈锋朗声长笑 有什么不可能的 说着 身形一闪 直接来到他面前 然后 一拳轰出 降龙罗汉之力疯狂涌出 陈锋身后无数巨龙虚影出现 龙吼之声 震天动地 薛元欣平疯狂抵挡 但是根本没有 轰的一声巨响 薛元欣平的抵御 被全部轰飞 然后 下一刻 陈锋的拳头 便是落在了他的身体之上 薛元欣平啊的一声惨叫 身体直接飞了出去 但是他在空中还没有落地的时候 陈锋便又是闪了过去 一拳疯狂地轰击而出 口中大吼道 这是你刚才羞辱我的代价 说着 一拳轰出 重重地打在他的胸口之上 薛元欣平蛙的一声 又是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里面还夹杂着内脏碎片 他的胸口直接凹陷下去 被陈锋这一拳 直接打得胸口塌陷 而后 陈锋又是一拳落在他的小腹之上 这是你五日之前 侮辱我的代价 这一拳 直接将他的小腹打穿 带血的拳头 从他身后钻了出来 薛元欣平发出疯狂的凄厉惨叫 在陈锋的拳头之上 疯狂地哆嗦着 发出凄厉的叫喊 他就像是一条被刺穿的鱼 陈锋又是一拳轰出 这是一个月之前 你羞辱我的代价 陈锋口中不断发出疯狂的喊叫 充满了发泄之意 一拳又一拳 疯狂地落在薛元欣平的身上 薛元欣平则是被打得凄惨无比 接连惨叫 其实陈锋根本没有真正用力 若是他动用自己真正实力的话 一拳就足以将薛元欣平给活生生地打死 他这样做 就是为了让薛元欣平遭受更多的折磨 终于 陈锋接连打了九拳 薛元欣平整整被打了九拳 已经是被打得浑身是血 不成人形 整个人如同一堆烂肉一样 奄奄一息 陈锋抓着他的领子 一字一句 冷冷说道 薛元欣平 今日死的 到底是我还是你 你说的那话 是不是放狗屁 薛元欣平 已经完全被他给打服了 此时满心恐惧 他的心中 已经是被恐惧占据了 他看着陈锋 眼中流露出浓浓的战力惊恐之色 宛如在看一个魔鬼一样 他已经完全是被陈锋 给杀得心里崩溃了 打得整个人都 几乎要疯掉了 他口中喃喃说道 陈锋 你怎么可能会这么强 此时 他心中只有这一个想法 陈锋看着他 冷冷说道 抱歉 我就是这么强 他一字一句道 今日 我强你弱 那么你的性命 也就可以再今日了结了 薛元欣平眼中的神色 变成了极度的惊恐 他似乎在此时 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才意识到 自己极有可能被杀 他心中的恐惧 如同浪潮一般涌来 疯狂地吼叫道 求求你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求求你 他涕泪横流 疯狂求饶 陈锋哈哈大笑 两人对比极为鲜明 陈锋哈哈狂笑道 薛元欣平啊 薛元欣平 当初你实力强大的时候 那般羞辱我 那个时候 我便在心中立誓 今日我一定要将你斩杀 现在 时候到了 你欠我的 都还回来吧 说着 他一声怒吼 强横无比的攻势 向着薛元欣平的身体 狠狠地拍了过去 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 震惊到了极点 这一下 刚才对陈锋脸上 就露出忌惮之色的那些人 脸上的忌惮之意 已经是 变成了一丝恐惧 不少人都是心中 生出恐惧之意 这陈锋 竟然这么强 排名前五十的薛元欣平 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个陈锋 实在太可怕了 他的实力太强悍了 简直是让人不敢置信 而有不少人 则是心中担心无比 看着陈锋 身体都是颤抖了起来 我之前 也曾经嘲笑过陈锋 也曾经对陈锋那么不客气 他会不会跟我算账 完了 若是陈锋想杀我的话 我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他们此时 满心恐惧 而之前 对陈锋实力不以为然 甚至颇为看不上陈锋的那些人 脸上也都是露出一抹惊句 这陈锋的实力 当真是好强 他的实力 至少也可以进入外宗的前三十了 而还有一些人 依旧是对陈锋不屑一顾 脸上露出高傲之色 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这些人 则都是外宗排名前十的那些强者 他们不认为陈锋 有和自己相提并论的资格 这个时候 高抬之上的轩辕若晨 目自欲裂 力声吼道 小崽子 我要杀了你 你竟然敢斗我的儿子 我要宰了你 他之前一直忍着没动 因为他若是动 那就坏了规矩 他相信 陈锋不敢杀他儿子 但是现在 看到陈锋竟然真的敢动手 他立刻坐不住了 他向着陈锋疯狂地扑去 右手如同爪子一般 向着陈锋的后背 凶狠无比地抓了过来 只要是陈锋不改变攻势 依旧攻击薛元欣平 那么 他就可以将陈锋给活生生地撕碎 他相信陈锋绝对会回身抵挡的 他要救自己的儿子 他的眼睛一片血红 充满了疯狂之意 而这个时候 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陈锋哈哈大笑 忽然直接将薛元欣平扔了起来 然后 左掌拍向薛元欣平 轰的一声 薛元欣平直接被陈锋活生生地震成了无数粉尘 随风飞舞 与此同时 陈锋的右手则是轰向了薛元若晨 陈锋竟然一心两用 同出两招 一招杀了他的儿子 一招杀向了他 薛元若晨目自欲裂 发出疯狂又充满恨意的怒吼 虚发喷张 满脸通红 一声爆吼 你敢杀了我儿子 我一定要宰了你 啊 我一定要宰了你 他向着陈锋疯狂的攻击 加强了攻势 与此同时 陈锋的右拳 也是狠狠地和他的爪子撞在了一起 于是 轰的一声巨响 所有人都是感觉到 这整个广场都是震战了一下 本章完 第2618章 谁 还敢不服 而广场中心 则是涌起了轩然大波 无穷气浪向周围涌出 所有人脸上都是感觉 被当头狠狠地砸了一拳一样 不少修为弱的人 甚至直接被震得连退树部 口吐鲜血 已经是受了一些暗伤 陈锋亮亮呛呛连退五步 才站稳身形 一声冷哼 鲜血从嘴角一出 而轩然若晨 则是落在原地 纹丝不动 他用疯狂而充满恨意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陈锋 陈锋此时 其实已经是身受重伤 但他整个人的情绪 却是亢奋至极 高昂至极 陈锋仰天 发出一阵疯狂的咆哮 他的咆哮之声 怒吼之声 在这广场之上响彻 震慑所有人 所有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 陈锋的声音里面 充满了舒爽 充满了快意 充满了发现 接着 他便仰天大笑 整个人都是兴奋到了极点 陈锋感觉 自己舒爽极了 这些日子 所有的郁闷 所有的烦恼 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剩下的只有快意 那胸中一直堵着的一口气 那股燥热烦闷 也是彻底消失了 如同吃了那传说中的人生果一样 浑身上下清凉透彻 所有毛孔都打开了 舒服到了极点 没有办法 因为陈锋压抑的时间太久了 实在是陈锋 现在的心情太愉悦了 陈锋直接走到那些人面前 走到那些刚才嘲笑自己的人 那些围拢在 薛原新平旁边的人面前 指着他们 狂声笑道 我刚才说过 让你们一起上的 你们怎么不一起上 啊 你们怎么不一起上 面对陈锋如此嚣张的态度 这些人没有一个敢于说话 他们都是用震惊无比的目光 看着陈锋 薛原新平 就这么死了 被他们示弱神明一般的 薛原新平 竟然就这么死了 那在他们眼中 可是强大无比的存在啊 他们感觉自己精神都要崩溃了 薛原新平 就是这么容易的就被杀 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而后 陈锋忽然瞪着他们 狠狠地抱吼道 来啊 我让你们一起上啊 你们来啊 说着 陈锋踏前一步 当陈锋踏前的时候 他们脸上都是露出极度恐惧之色 纷纷后退 他们根本不敢和陈锋战斗 陈锋哈哈大笑 指着他们说道 刚才你们不还一个个的都想着要挑战我吗 都想着赶紧将我杀了 好讨好 你轩辕心平 现在 怎么不想着跟我战斗了 现在 你们怎么不来杀我了 来啊 陈锋面色猙獰 又是一声爆吼 将他们吓得一个个脸色苍白 面无人色 心中恐惧到了极点 陈锋哈哈狂笑道 你们不想战 是吗 不想战 也得战 说着 陈锋直接向他们冲了过去 直接杀到他们之中 一拳狠狠轰出 杀向其中两人 那两人脸色惨白 疯狂抵挡 但是根本抵挡不了 他们两个 直接被陈锋轻易击杀 而后 陈锋又是杀向了其他人 他如虎入羊群一般 片刻时间 就将这济世人尽数斩杀 不 应该说 不是尽数斩杀 还剩下一个 潘元白看着陈锋 脸上露出浓浓的恐惧 还剩下最后一个人没有死 就是潘元白 而陈锋之所以没有杀他 就是为了故意留着他 陈锋 向着潘元白一步一步缓缓逼劲去 潘元白此时 脸色惨白无比 心中畏惧到了极点 眼中露出浓浓的恐惧之意 陈锋每前进一步 他就后退一步 忽然 他直接被绊倒在地 摔在地上 而后 他一股路 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跪在那里 向着陈锋连连磕头 他大声哭喊求饶 陈锋 陈大爷 陈爷爷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求求你 不要杀我 他磕头如捣蒜一般 转眼之间 就将额头磕得一片鲜血淋漓 陈锋微笑着看着他 轻声说道 潘元白 原来 原来你也会求饶啊 原来 你也知道害怕啊 原来 你也不是那么嚣张霸道啊 潘元白眼中露出浓浓的后悔之意 他哭喊道 我瞎了眼 不知道您是这般的大高手 之前那么得罪你 实在是该死 求求您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他此时 整个人的心里几乎已经完全崩溃 只求能够活命 什么都不管了 所有的尊严 全部都抛开 他此时心中后悔到了极点 不知道陈锋竟然是这样的高手 自己之前竟然敢那么得罪他 现在后悔莫及 陈锋脸上还在笑 只是这笑容 却是冰冷无比 他骤然之间 冷冷喝倒 你也知道自己该死啊 好啊 既然你知道自己该死 那么就死吧 说着 陈锋一声爆吼 一掌狠狠轰击而出 潘元白发出凄厉惨叫 转身向外 疯狂逃去 他此时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 他想逃 又哪里逃得掉 陈锋一掌 直接将他打得狂喷鲜血 重重摔在地上 连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句 便是直接生死 至此 陈锋已经将刚才聚拢在薛元新平旁边那些人 尽数斩杀 他握紧拳头 仰天大笑 开怀至极 这个时候 陈锋目光忽然之间扫向了在场的所有人 看着他们冷冷喝倒 你们谁 还敢不服 你们谁 还敢再说我陈锋 是个废物 是个废物 来啊 站出来 我陈锋给你们机会 让你们说 来啊 说啊 陈锋的声音 如同天雷一般 轰隆隆的 在这广场之上乍响 他愤怒狂吼 瞪着所有人 而在场的所有人 没有一个敢说话 都是用震惊的目光 看着陈锋 直到此时 他们才从刚才那一份震撼之中挣扎出来 而他们之所以震撼 不是因为别的 正是因为 老天爷 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陈锋刚刚竟然和薛元若晨长老硬拼一技 只是后退几步 薛元若晨长老 可是堂堂八星武皇高手啊 实力极为的强大 哪怕是七星武皇 与其硬拼一技 也要被立即斩杀 本章完 第2619章 神秘来者 而陈锋 根本没有死 只是后退一步而已 陈锋的实力 确实非常恐怖 没错 陈锋的实力 当真是强大 在所有外宗弟子里面 只怕也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了吧 甚至 就连刚才那些少许对陈锋锋还不屑之人 都是面色凝重 看着陈锋 一言不发 脸上露出浓浓的忌惮之色 他们这些人 都是外宗之中 排名前十的弟子 傲气十足 之前看陈锋的时候不屑一顾 但现在他们意识到 陈锋是足以与他们匹敌 甚至超越他们的高手 甚至 就连那嚣张至极 霸道强横的轩辕俊雄 此时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也是多了几分惊疑之色 而后 他心中将自己与陈锋仔细比较了一番 方才记在心中 轻声自语道 我的实力 还是比他强上一些的 现在他 若是与我战斗的话 绝对没有胜算 想到这里 他才放下心来 看向陈锋 下巴重新扬起 目光之中露出傲慢之色 而这个时候 轩辕若尘满脸杀鸡 凶狠之急地盯着陈锋 他脸上露出一抹残忍到了极点 争宁到了极点的神色 盯着陈锋 缓缓说道 陈锋 你这个小崽子 你竟然敢杀了我的儿子 陈锋微笑着看着他 说道 没错 是我杀的你的儿子 那又如何 他要杀我 难道我就只能站在那里 乖乖地让他杀 而不能杀他 这算是什么道理 轩辕若尘一声疯狂地吼叫 他是我的儿子 所以他要杀你 你就是只能站在那里被他杀 你要敢反抗 老子就宰了你 陈锋哈哈大笑 想杀我 好啊 那就放马过来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陈锋当然无所畏惧 别说是他 哪怕是在场的所有人一起上 陈锋也不怕 他这里还有一张王牌 他还有着一个压箱底的绝招 只要那个王牌亮起 任何人都绝对不敢再向他动手 轩辕若尘 看向轩辕苸 等待着他的回答 他若要杀陈锋 需要轩辕若封同意 刚才也是一时急怒攻心 方才没有经过轩辕若封 轩辕若封 由于片刻 而后缓缓点头 他本来想亲手杀死陈锋 以报当年被陈锋母亲羞辱的仇怨 但是 现在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动手了 若是再不动手杀了陈锋的话 那么只怕后患无穷 以后可能很难杀得了他了 没有办法 因为陈锋次子 他提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让人不得不为之震惊 轩辕若尘得到了轩辕若封的肯定答复 立刻兴奋至极 哈哈狂笑向着陈锋逼去 此时 在那众多长老之中 一个站在边缘位置的干兽长老 脸上露出一抹侧影之色 他犹豫了片刻 而后悄然转身向外离去 动作极为隐蔽 没有惊动其他人 轩辕若尘向着陈锋杀了过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轩辕俊雄忽然站了出来 看着轩辕若尘 说道 七叔 这件事 就不劳您动手了 他看着陈锋 脸上露出一抹争鸣 说道 陈锋 乃是外宗弟子 您向他动手 未免太失了身份 他还没有这个资格 就由弟子我来为您出气 清理门户 如何 轩辕若尘一听 他心中其实是颇为不愿的 但是轩辕俊雄都这么说了 他确实不敢有什么意义 他这个长老 还不敢得罪 身为外宗弟子第一人的轩辕俊雄 于是 他哈哈一笑 顺水推舟说道 好 既然俊雄哲儿 你有这般心思 那么就由你动手吧 好 轩辕俊雄缓缓点头 而后他回过身去 看着陈锋 以一种俯视的姿态看着他 目光之中一片漠然 声音却是冰冷 而又充满灵力的杀鸡 淡淡说道 小子 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吗 陈锋看着他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冰冷之色 我似乎没有得罪过你 不错 你确实没有得罪过我 薛元俊雄冰冷一笑 说道 但是 你是外宗弟子 而我 我是外宗第一人 所以 对于你来说 我就是主宰 我要杀你 需要理由吗 我要清理门户 我有这个资格 他说的傲慢无比 仿佛随时想杀死陈锋 就随时可以将陈锋 轻松杀死一般 傲慢到了极点 陈锋看着他 淡淡说道 好 想杀我 可以啊 来吧 动手 陈锋心中只觉得可笑无比 这个坐锦观天的废物 他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力量吗 薛元俊雄 向着陈锋 缓缓逼劲来 战斗 一触即发 广场之上 所有人都是看着这一幕 屏住了呼吸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 远处有风锐至极的破空力笑之声传来 下一刻 所有人便都是感觉到了一股庞大至极的威压 向着这边狠狠逼近过来 众人心中都是骇然 纷纷发出惊呼 现在我们还什么都没有看到呢 就有如此巨大的威压出现 说明这威压的强大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没错 这威压给人的感觉 甚至已经超越了台上的那位战星长老 这可是即将达到五帝之境界的强者啊 其威压 竟然还赶不上这个即将到来的存在 这个即将到来的存在 是何等的恐怖 陈锋也是感觉 天空之上一股浓烈之极的威压 压在心头 让自己呼吸都是有一些不畅了 陈锋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什么样的威压 都不能让我产生这样的感觉 他脸上露出桀骜之意 体内降龙罗汉 真经总刚运转 下一刻便将这威压驱逐 使其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与此同时 高台之上的那些长老 也都是站了起来 脸上纷纷露出 惊疑不定的神色 轩辕若晨一声惊呼 好强大的气势 感觉几乎已经达到了五帝境啊 接着 骤然之间 天边有着七彩光滑 忽然亮了起来 而后 这天边的七彩光滑 越来越是庞大 光彩也越来越是炫目 直接向着这边蔓延而来 本章完 第2620章 穆家 最终那七彩光滑 变成了一片七色彩虹 从极远处刷的一下 直接就通到了 轩辕家族的上空 就好像一道光 陡然之间照射过来一样 速度快到了极点 宛如架起了一座巨大的桥梁 这道彩虹 竟然还不是虚的 原来 就在那彩虹的尽头 竟是突然之间 出现了一辆预脸 这辆预脸的样子 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 通体乃是一种 迎润到了极点的红玉打磨而成 这种红玉 仔细一看的话 外面一片素白 里面 却有丝丝血液渗出 从里到外 则是散发着浓烈无比的 火属性的气息 庞大到了极点 整个造型 如同一只绚烂的火凤凰 漂亮 雅致 精美 周围百里之内 都因为这玉碾的出现 而红光荡漾 宛若火烧云 众人进阶发出惊呼 有的长老已经是声音发颤 大声喊道 天魔白子玉 而且是其中的天魔白子红玉 这天魔白子玉 本来就珍贵 天魔白子红玉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是啊 据说这种玉 乃是上古巨魔的尸骨 凝结而成的一种材料 而其中最珍贵的 天魔白子红玉之中 则是带着这上古大魔的 一丝精血 所以就更加珍贵 这种玉石 那可是堂堂橙色三级材料 若是用来打造刀剑的话 就能让刀剑的韧性 提升数十倍 哪怕是用来打造橙色级别 的武器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这种材料 哪怕一块都是珍贵 能够引人垂涎 引得无数强者 互相争夺 旁边一人也是声音颤抖 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喃喃说道 而现在 竟然有这么大的一块 巨大的天魔白子红玉 被雕成了玉年 旁边一名年老的长老 大声说道 这得多少金呀 起码也得上万斤 几万斤的天魔白子红玉吧 他脸上露出痛心疾首之色 这真是暴天天物 这等用来打造神兵戾气的珍贵材料 竟然被用来雕成玉年 这个时候 轩辕若峰陡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 忽然之间 素来镇定的他 也是露出一抹震惊 甚至是恐慌之色 而让所有人震动的 还不只是那打造玉年的材料 更是那拉着玉年的东西 原来在最前面拉车的竟然是一头神鹿 这头鹿体型不大 高度只有十米 长度不过三十米罢了 他的身体分成了七种颜色 非常的高贵 通体萦绕着七色光芒 璀璨无比 那五色彩虹 竟然就是从他脚下生出来的 这些还不是重点 最最重点的则是 他身上的气势庞大到了极点 陈锋感觉 面对那些气势 自己几乎都要窒息了 那气势 甚至只比当初腾蛇 给他带来的压力小一点罢了 陈锋心中震惊无比 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之中回荡 这七色神鹿 实力达到了何等强悍的程度 难道已经濒临妖地之境界了 而能够让他来拉扯这玉年里面的人 实力又是何等之强 身份又是何等之尊贵 这太让人震撼了 不过很快 陈锋就恢复了正常 毕竟他阅历极广 见识多了太多不可思议的存在 就拿这个七色神鹿 和这玉年来说 再强大再珍贵 比得上他的佛龙吗 根本就没有任何可比性 这个时候 高台下面那些外宗弟子们 一个个震惊地 几乎失声难以置信 而高台之上的那些长老 则是纷纷地发出惊呼 不少见多识广的人 已经是认出来了 尤其是轩辕若峰 更是失声喊道 七色神鹿 难道说 过来的人 竟然是穆家的强者 只有穆家 才拥有七色神鹿 而只有穆家 最最顶级的强者 才能乘坐七色神鹿 拉承的天魔白子玉年 周围不少长老 都是纷纷点头 他们也都是听说过这个事情 众多弟子 进阶发出惊呼 竟然是穆家的人 他们竟然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 难道也要来参加 咱们的武魂测试吗 别胡说 旁边有人不屑吃笑说道 虽然穆家 不是九大势力之一 但是却也是八品家族 实力只比九大势力之中 比较弱的 差上一线罢了 也是非常顶级的势力 甚至 就力量层次来说 咱们虽然是薛元家族 但由于咱们是薛元家族的外宗 所以 咱们的实力 其实远远比不上穆家的 木家之人 比咱们身份要尊贵得多 他们怎么可能 来参加咱们的武魂测试 那被训斥的人 善善地笑了笑 不敢再说话了 终于 那七色神鹿 沿着七色彩虹 悄然滑下 悬停于那高台上空 而后 忽然有悠扬的乐声响起 下一刻 数十名侍女 翘无声息地 从那欲念之中 飘飞了出来 这些侍女进阶身穿滑美衣裳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制成的 飘渺如同云彩一样 每个侍女手中 都是捧着一样乐器 或是兵器 或是礼器 显得非常的庄重 那欲念看着不大 却能从里面出来这么多人 这么多东西 显然里面别有洞天 应该是压缩了空间才是 接着 一名老者从中走了出来 这名老者身材高大 却是很瘦 身穿宽袍大袖 颇为先锋道骨 手中还持着一柄浮沉 但是 她的脸却是一片漆黑 身上皮肤 如同被烧焦的木头一样 整个人看上去颇为的可怖 她走到众人之前 而后手中浮沉一身 微微笑道 恭请大小见 说着 浮沉一甩 于是 在空气之中 一道七彩霞光凝结而成的台阶 便是行程 而后她微微躬身 笑着说道 恭迎大小见 下一刻 一名女子从里面缓缓走了出来 这名女子 长相极美 身上气势更是庞大 而这庞大之中 却是带着十分的锐利 整个人如同一把出鞘的长剑一样 锐利之极 但是却有一种 要将人刺伤的感觉 未免过于锐利 过于刻薄 她的脸上 带着浓浓的傲慢之色 她的身体周围 萦绕着一层青烟 构成了一席华服 本章完 她的身体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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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身体周围